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一杰的声音演播的斯维格的小说《异端的权力》 在关键时刻,法里尔表现出犹豫不决 这并不是个别的现象 同样,在德国和日内瓦外的瑞士其他部分 改革派的领袖们对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 同样表现出不团结、举棋不定和困惑不安 路德和资文革里最初所计划的 不过是净化现存的教会 把对教皇和市行政会权威的信仰 导向已被遗忘的福音派教条的信仰 对他们来说,宗教改革意味着教会重新改革的开端 就是说,使教会改善、纯化 并恢复其早期的正直 由于天主教会固执己见不愿让步 他们需要从天主教会外面进行工作 来代替从内部工作 而且要立即进行 因为当有必要从破坏过渡到生产时 这两者将分道扬镳了 当然,对路德、资文革里和其他宗教改革的神学家来说 没有再比这样的情况更合乎逻辑的了 宗教革命家们 在共同事业和共同实践的基础上 为新教教会而兄弟般的团结起来 但在历史进程中 几时有过合乎逻辑和受自然支配的教会呢? 一个世界范围内统一的新教已不复存在 而一大群分支的教派在各地脱颖而出 德国的维藤贝格听不进瑞士苏黎士神学家的一句话 而日内瓦则抛弃了博尔尼的实践 每一个城市都希望有它本身的 按照苏黎士人、博尔尼人或者日内瓦人方式的宗教改革 在每一历史转折点 欧洲各国的国家主义者的骄傲自大 预示了各行政区具体而为的骄傲自大精神 路德、斯文格里、梅兰克森、布塞、卡尔斯塔迪和其余一些人 现在开始在神学的繁琐证明和线索上 进行唇枪舌剑的争论和浪费他们的精力 只要他们团结一致 这一精力是可用于推翻世界性教会的巨大组织的 在日内瓦 当法里尔凝视着旧秩序的废墟时 他束手无策 这真是典型的悲剧 一个人接受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却承担不了那强加于他的职责应接受的后果 胜利对于法里尔是如此的不幸 当他偶然听到加尔文 就是那个著名的约翰·加尔文 从萨沃伊动身回家 而要在日内瓦逗留一天时 他非常高兴 急忙跑到加尔文住的旅馆去拜访 请求那领导人对重建教会的工作 给予忠告和帮助 虽然加尔文还没有满26岁 要比法尔利年轻20岁 但是他已经有了无与抗衡的权威 加尔文是主教税吏和公正人的儿子 生于皮卡地的诺西 在蒙田学院受过严格的教规教育 像伊拉兹马斯和洛约拉一样 他早年打算当传教士 后来又想当律师 约翰·加尔文 或叫沙文 在24岁时 因提倡路德教义 而被法国亡命到巴塞尔 大多数亡命者 一离开祖国 就丧失了固有的活力 但对加尔文 亡命对他反而有利 在巴塞尔 欧洲的两条主要道路彼此相交 各种形式的新教教义 彼此相遇又相争 加尔文具有巨大的洞察力 作为一个渊博的逻辑学者 他认识到这一时刻的重要意义 越来越多的激进的理论 从福音教义的核心中分离出来 泛神论者和无神论者 盲信者和狂热者 开始将新教 非基督教化和超基督教化 明斯特成在洗礼的那场可怕的悲喜剧 已在血腥和恐怖中结束 宗教改革和他的对手 罗马天主教会一样 已陷入分裂为不同的教派 和以国家主义取代世界性权利的危机 自信受到先知的感召 这个25岁的人 立即认准应采取什么步骤 去阻止改革后信仰的分裂 新的教义 一定要神圣地具体化在 一本书 一个图示 一个大纲上 需要有系统地阐述福音教条 创造性的原则 加尔文年轻游泳 风华正茂 这一部出名的法学家和神学家 从一开始就了解了这事件的必要性 当那些公认的领导人 继续就细节问题争论不休时 他坚定地着眼全面 在一年之内写出了基督教原理 1535年 这是第一部包含了福音教义原理的书 因此成为新教的主要指导书和经典著作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原理可列为世界上决定历史进程 改变欧洲面貌 十到二十部书中间的一部 它是自路德翻译圣经后 最重要的宗教改革时期 此书不可曲解的逻辑性和坚定的建设性 立即影响了加尔文的当代人 此书的质量使得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宗教运动需要有一个天才去发动 需要有另一个天才去结束 路德这个山洞家 推动了宗教改革的滚石 加尔文这个组织家 则在滚石粉碎之前使它停止 因此 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这样说 如同拿破仑法典完成了法国革命一样 原理完成了宗教革命 两者都总结了过去 决定性地为革命划定了最后界限 两者都为一场暴风咒语般的运动 盖上法律形式和稳定的印记 使其开始时如火如荼的动力 失去势头 这样 专横武断就成为教条 自主导致专政的诞生 与此同时 宗教热情也受到严重的束缚 自然 当革命一旦受到控制 它就失去了它大部分的原动力 这一切 就是宗教改革 经加尔文之手所发生的 从那以后 天主教教会 作为宗教上统一的 和世界范围的实体 必须同占据相同地位的 新教教会相对峙 加尔文非凡的力量 表现在他从来不削减或修改 他第一次所严密阐述的内容 他的书几次再版 但内容只有增添 他第一次决定性的认识 从未做过任何修改 如同马克思或舒本华 年方25岁的他 在获得任何经验前 就对他的哲学思想 进行了合乎逻辑的 细心的考虑 并得出了结论 他有生之年 就命定要为他的哲学 从理想世界 一直到现实世界做说明 他从来不在他的著作中 改动一个重要的词 从来不步入后尘 从来不与对手做任何妥协 与他打交道的人 不是打倒他 就是被他打倒 折中妥协 对他或他的敌人 都是徒劳的 你要么拒绝接受他 要么无保留地向他屈服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节的声音演播的 茨维格小说 异端的权力 法里尔 在这一点上显示出 法里尔的伟大 在第一次会见中 就意识到这一点 虽然他比加尔文大得多 但是 从那天起 他就毫无保留地 将他自己附属于加尔文 他把加尔文当作 他的领袖和主子 他自己则是那主子的 一个仆人和奴隶 在以后的三十年里 法里尔从来不敢违背 他上司所说的话 在每一战斗中 在每一事件中 他都站在加尔文一边 迅速地听从加尔文的召唤 为他战斗并帮助他 法里尔是从不对加尔文 提出疑问和批评 并向他提供 自我牺牲服从的 第一个信徒 他是一个盲信的下属 坚决主张 这样做是每一个信徒 至高无上的责任 只有一次 法里尔向加尔文 提出了要求 那是在他们刚认识时 他要求加尔文 作为唯一有资格的候选人 接受日内瓦宗教领袖的位置 而那主则将以其卓越的能力 将宗教改革建立起来 那是法里尔自己无能为力的 加尔文后来透露 他长时间地固执地拒绝答应 这令人惊奇的邀请 对于那些宁愿做精神上的追随者 而不愿做肉体上追随者的人们 当他们被邀请离开纯思想的圈子 只为了进入黑暗和混乱的 政治现实主义的领域时 那将总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 一种神秘的畏惧 片刻之间控制了加尔文 他躊躇 动摇 说自己太年轻 太没经验 他请求法利尔让他平静地 留在书籍和问题的世界里 最后 法利尔被这一固执地 拒绝邀请的行为激怒了 他带着一种旧约先知者崇高的力量 咆哮说 你为你所研究问题的重要性辩护 我以全能的上帝名义宣告 如果你拒绝帮助上帝工作 追求尘世事物 而不追随基督的话 上帝将诅咒你 这激动人心的呼吁 感动了加尔文 并决定了他的事业 他宣称他自己准备建立 日内瓦的新秩序 从前他起草了文字和计划 现在他要将其付诸实现了 这以后 他不再将自己的意志 印在一本书上 他要将它强加于 一成一邦了 人们对于他们 升息于此的整个历史时代 值得甚少 那些极端重要的宣扰 并不引起他们的注意 而一个时代的关键性时刻 又很少得到 年代史编录者的充分注意 在1536年9月5日 日内瓦行政会的会议记录中 我们读到 法利尔建议任命加尔文 为圣经宣讲员 但那记录员并不费心 将那个会使日内瓦 名阳世界的人的名字写下来 记录秘书 枯燥无谓地记录了 法利尔如何建议 让那高卢人 那法国人 以传教士身份继续工作 那就够了 为什么要费尽脑筋 去问清楚 那个人名字的正确拼写 并加以记录呢 看来我们读到的是 一个不重要的决议 给那外国传教士 一笔菲薄的薪水 因为日内瓦市行政会 不相信这件事的重要性 会超过任命一个下级官员 他将和其他任何一个 小职员一样 公顺地履行他的职责 就像一个招待员 一个乐队伴奏 或一个刽子手一样 那些尊贵的 市行政委员们 不学武术 在业余时间 他们不读神学书 他们不能设想 他们中间有任何人 翻过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 如果他们是学者 肯定会警觉到 他们已把教会内部的 全部权利 让给那高卢人 即那个法国传教士了 加尔文在这次会上说 这里详细说明 教会授予传教士们的权利 由于他们被任命为 神之旨意的管理人和公布人 他们必须冒各种危险 必须随时迫使尘世的权贵 屈膝于上帝 并为上帝服务 他们毫无疑问 要统治最高贵者和最低贱者 他们毫无疑问 要在此尘世 实施上帝的意愿 并摧毁撒旦的王国 保卫羊群 消灭恶狼 他们毫无疑问 要告诫和指示驯服者 诅咒和消灭劫傲者 他们能张能耻 他们能挥动闪电击溃雷鸣 所有这一切均照圣经办事 加尔文所说 传教士们毫无疑问 要统治最高贵者和最卑贱者 这句话无疑的 被日内瓦士行政会成员忽略了 因为如果他们注意到这句话 他们将不会把无限的权力 托付给这个 作为如此目空一切要求的人 从来没有人怀疑 那法国的流亡者 那个他们任命为教会的传教士的人 从一开始 就已经下定决心 成为自治城的主子了 他们给予他公职 薪水和尊严 但从此以后 他们的权力就完结了 加尔文具有不可抵抗的能量 他将抓紧权力的缰绳 无情地实行他极权主义的野心 就这样 他将一个民主的共和国 转变成为神权的专政 加尔文采取的第一个步骤 显示了他高瞻远瞩的逻辑性 也暴露了他深思熟虑的目标 当我第一次来到这教堂 他后来写道 日内瓦的宗教活动已停顿了 人们在那儿讲道 那就是一切了 他们收教并焚烧圣像 但与宗教改革名不符实 所有的事都乱了套 加尔文是一个天生的组织者 厌恶混乱 他的天性像数学那样精确 他憎恶任何不规则的无系统 任何人如希望教育人民 去接受一个新的信仰 必须使人民了解 他们已经声明信仰的 他们一定要能够清楚地辩明 什么是允许的 什么是禁止的 精神的王国 同城市的王国一样 需要有明确的界限和法律 付出三个月 加尔文提交给日内瓦市行政会 一整套教义问答手册 他包括新教规的原则 共21款 阐述的十分精确 通俗 朴实 这本教义问答手册和忏悔书 可以说是新教的实戒 被市行政会原则上接受了 但加尔文 并不满足于半心半意地接受教义 他坚持要人民无保留的服从 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也罢 他认为 光是系统地阐述一下教规 仍是不够的 因为那可能让个人留下一定程度的自由 决定他是否和在什么范围内照办 加尔文从来不是一个在原则问题 或者日常生活方面能容忍自由的人 在宗教和精神事务方面 他丝毫不能容忍别人与他平等的交换意见 在个人信仰方面 绝不同人休战 他认为教会不仅有权力 而且有责任要求所有的人服从 必要时可使用武力 并像惩罚公开的反抗一样野蛮地 惩罚那些持冷漠态度的人 别人可能有其他的想法 但我自己不相信 我们的职责仅局限于如此狭测的范围之内 以至于认为 当我们宣讲了训诫 我们就已尽了我们的全部责任 便可以袖手旁观 让事务自行发展了 加尔文的教义问答手册 不仅为真正的信徒奠定了指导的路线 而且又系统地缠明了自制成的法律 他要求市行政会 强迫日内瓦城的自由市民逐个宣誓 公开接受这一忏悔书 他们被几十个人一组带到长老之前 就好像将小学生带到老师之前一样 他们来到大教堂 由成秘书向他们大声宣读教义问答手册 接着他们举手宣誓 要毫无保留地接受手册 任何人如果拒绝宣誓 将被立即驱逐出城 这清楚地永远地表明 从即日起 要在日内瓦城墙里生活的自由市民 在宗教事务上 没有人感冒风险 同加尔文的要求和观点 有丝毫的分歧 在这个行政区域里 要求基督教徒的自由 要求把宗教当作个人的良心办事的时期 已结束了 理性观念战胜了宗教改革的精神气质 法律战胜了精神 现在 加尔文已进了城 在日内瓦将不复有自由 个人的意志统治了一切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一杰的声音演播的 茨维格的小说 《异端的权力》 没有武力 独裁就不能想象 也站不住脚 无论谁要保持权力 一定要把权力的工具 掌握在手中 想要统治 一定要有用行的权力 认命加尔文的决议 并未授权他 可以将触犯教规的自由市民 逐出日内瓦 是行政会议员 只认命他为圣经宣讲员 他可以向信徒 阐述圣经 他们只认命他为传教士 他可以讲道 可以引导全体教徒 走向真正的信仰 他们认为自己手中 还保留着用行之权 是他们 而不是加尔文 或者任何一个传教士 要对自由市民的行为负责 路德 资文革里 或任何其他改革者 在这以前 都未曾试图夺取过 那保留在市行政当局手中的权力 加尔文生来是一个独裁主义者 他立即着手 使市行政会成为 只执行他的命令和法令的机构 由于他没有合法的权力 去干那样的事 他用开除教级的方法 为自己建立权力 他灵机一动 把圣参的宗教神秘 变成推进他个人权力 并对他的对手 施加压力的一种方法 在一段时间内 加尔文主义的传教士 决定只让道德行为 令人满意的人 参加上帝的圣参 如果传教士拒绝 让一个人参加上帝的圣参 此人从此就被出出教门 也将被开除市集 这一新武器威力无比 谁也不准再同那犯错误的人说话 按小学生的说法 没人再同他来往了 谁也不能卖东西给他 或向他买东西 这样 这一开始看来是纯宗教的手段 应由教会当局处理的 就变为社会的和商业的抵制了 如果宣布对一个人实行抵制后 此人还不投降 还拒绝公开检讨罪行 加尔文就对他毫不客气 下令将他流放 虽然是最受尊敬的公民 一旦为加尔文所厌恶 而成了加尔文的敌人 就不能再在日内晚容身 无论是谁 如果公开同加尔文持有不同意见 他虽生之日 有死之年 这些可怕的权力 使加尔文得以消灭 任何敢冒险对抗他的人 他放胆的一击 犹如雷电闪光在手 就获得了日内瓦大主教 从来没有控制过的 至高无上的地位 而不受到挑战 天主教会内有一个 自较低到较高 直至最高地位 没完没了的 各级僧侣统治当局 在教会直接决定 开除他的信徒之前 可以向他们提出上诉 开除教级是一个 超个人的行动 完全不属于个人的专断权利 但是加尔文有一个 比较明确的目的 在实行他的权力意志时 更为冷酷残忍 他轻易地强迫传教师们的 宗教法庭 就除名以示表态 他把这可怕地 开除教级的威胁 作为经常性的惩罚 这样就无限制地 增强了他个人的权利 作为一个心理学家 他预测到恐怖的效果 也揣测到那些 怕遭到同样命运的人的焦虑 加尔文要求 每月安排一次圣餐 是行政会 好不容易才改为 每季度安排一次 但加尔文 绝不允许从他手里夺走 那最强有力的武器 开除教级 并随后驱逐出境 只有动用了这武器 他才能够开始 他一直渴望着的战斗 为集权的战斗 独裁刻板的教规 和好斗尽头的必然增长 这些暂时性好处 是以必须付出许多人的权力 作为代价的 新的法律 不可避免地冲击了 古老的自由 当一个民族 觉察到这些之前 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已经消逝了 在日内瓦 当几年过去后 公众才逐渐明确了 公民们赞同宗教改革 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 他们自愿地集结在市场 举起自己的手 表示承认这一新的信仰 但他们对于共和精神的骄傲 使得他们对监督 他们的寻补产生反感 他们强烈反对 把他们像犯人一样地 在城里赶来赶去 强烈反对 强迫他们到教堂 向加尔文老爷颁发的 每条法令宣示效忠 他们不赞成严格的道德改革 因为他们发现 自己有可能被剥夺公民权 被流放 而这些 仅仅只是因为喝了一杯酒后 情绪高涨 唱歌取乐 或者只是因为穿的衣服 看上去色彩太鲜艳 而被加尔文老爷 或法里尔老爷认为太奢侈了 人民开始询问 这些建取如此高位的 究竟是些什么人 他们是日内瓦人吗 他们是曾经帮助创造 这城市的伟大和财富的 那些古老移民的后裔吗 他们是几世寄来 和显赫的家族联姻 或者血缘相连的 久经考验的 可信赖的爱国志士吗 不 他们是新来者 从法国亡命而来 人民殷勤地接待他们 向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 妻身之所 以及高官 这来自邻国的税吏的儿子 为他自己筑了一个温暖的巢 请来了他的兄弟和他的妻旧 而现在他竟然胆敢责骂和欺武 有名望的自由市民了 他 这个法国流亡者 是他们任命了其人以心职 而他竟擅自制定了 关于谁可以和谁不可以 在日内瓦居住的法律 在独裁统治的初期 在自由精神被扑灭 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们被放逐以前 对抗的力量坚持了相当一段时间 显示了高涨的激情 日内瓦带有共和倾向的一些人宣称 他们不允许自己受到像爬手那样的待遇 全城居民 而其中最主要的是阿莱芒大街的居民 拒绝宣誓效忠 他们抱怨 桀骜不驯的宣誓 他们永远不会服从一个法国的穷鬼 永远不对他唯命视听 绝不离开自己的家 加尔文在笼络小市行政会方面 确实取得了成功 他们忠于他的事业 支持他对拒绝宣誓者开出较急的法令 但加尔文还不敢冒险实施那样不得人心的法令 因为新的选举结果清楚地表明 日内瓦的大多数自由市民 已开始转而反对他的专横的法令 1538年2月 他最直接的追随者们 已不负在市行政会中占多数 这样 日内瓦的民主派 再一次能够维护自己的意愿 反对加尔文的权力主义要求 加尔文在冒险的路上走得太远太快了 理论家们在政治上容易低估精神的惯性力量 他们相信 在现实世界里 能够像他们所预见的那样 迅速地建立起决定性的改革程序 加尔文发现 有必要走得慢些 直到他能赢得世俗的权力作为他的支持 他采取了温和的方式 因为他的地位还不牢靠 新选的市行政会 仍密切地注视着他 但并不十分仇视他 在这一短暂的观望阶段 甚至他最狂热的敌手也不得不承认 加尔文狂热主义的基础是对道德的绝对热忱 推进这个急躁的人的事业的 不是他个人的野心 而是由于对一个伟大理想的爱 他的战友法利尔是青年人和暴民的偶像 因此 只要加尔文同意显示一些外交式的机敏 让他的革命要求 大体上适应自由市民不那么极端的观点 那紧张气氛 就能很容易地松弛下来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一节的声音演播的茨维格小说 异端的权力 但是 加尔文坚韧不拔的天性 和钢铁般的僵硬 对他本人是一个障碍 中他一生 这个彻底的狂热分子 至多只是表示一下和解的愿望 而不想再越雷池半步了 他永远不懂得中庸之道的意义 对于他 只存在着一个方针 他自己的 要么全有 要么没有 他一定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否则就放弃他的全部主张 他从不妥协 他是那样绝对自信 约恨加尔文立场的正确 以致他简直不能设想 一个对手居然会相信 另外的方针是正确的 不能设想 对手 虽跟加尔文老爷的观点不同 但却一样的正确 后来 下面的这句话就成了格言 加尔文的职责是教育 而其他人的职责是学习 他真诚沉着 信念坚定 宣称 上帝命我教育 良心使我坚定 他具有可怖的和不祥的自我狂妄 把自己的观点同绝对真理进行类比 说 上帝何其仁慈 岂是我被善悟 但此人一再被他自己的一种 疯狂的着魔所苦 痛苦日中 当其他人有同样的信心 但与他意见相作时 他就会怒不可遏 不同的见解 使加尔文的神经突然发病 他精神上的敏感 影响了身体的机能 当他受挫折时 就倒胃口 还呕吐胆汁 他的敌手所提出的反对意见 可能是最有见地的 但加尔文的着眼点 并不在于此 他只关心有人敢于持不同的意见 因而必然要把他们当作敌人对待 他们并不只是 约翰·加尔文的敌人 而是整个世界和上帝自己的敌人 思思作响的毒蛇 狂吠的狗 野兽 流氓 撒旦的爪子 这些是这个神经质的狂人 向他同时代最重要的人道主义者 和神学家倾注的恶名 谁同加尔文意见不同 谁就贬低了代表上帝的光荣的上帝的仆人 即使那不同意见 纯属学术问题 只要一发现有人敢于宣称 那圣皮埃尔的传教士有独裁思想 基督教就立即受到了威胁 就加尔文而论 他所争论的焦点 是其他宗派必须认错 并转到加尔文一边来 加尔文在各个方面 都表现出敏锐的见解 但中这个人的一生 在下面这个问题上 却一直深信不疑 只有他一个人有资格解释上帝的语言 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了真理 正是由于这份自负的自我信心 由于这预言家的自我吹捧 由于这超等的偏执狂 使得加尔文能够在实际生活中顶得住 那是一种僵化的沉着 一种冷冰冰的和非人的坚强 他在政治舞台上 之所以能取胜 应归于那些品质 不是别的 只不过是那样的一种自我陶醉 不是别的 只不过是那样的一种 对自我满足的异常限制 使得一个人在世界历史的领域里 成了领袖 人民是异于接受建议的 这并不是由于容忍和正义 而只是由于偏执狂们 自称他们的真理 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真理 而他们自己的意志 是世俗法律的基本模式 就这样 当加尔文发现 新选出的市行政会的多数派 在反对他 同时却很有礼貌地恳求他 为了社会治安 不要采取野蛮的威胁 和开除教级的方法 而要采纳 博尔尼宗教会议 较为温和的意见时 他一点也不敢震动 像加尔文那样顽固不化的人 只要涉及到 要他稍作一点让步 是不会轻易罢休的 对这样的人妥协是不可能的 就在市行政会反对他的时候 他仍然要求其他人 绝对服从他的权利 对反对他代表合法权利的 造反掉以轻心 他从步道台上大喊大叫 抨击小行政会 宣布 我宁愿死去 也不能把上帝的圣体 扔给恶狗们吞噬 另一个传教士在公开礼拜时 宣布说 市行政会是一群罪鬼的杂烩 就这样 加尔文的信徒们 设置了坚固的障碍 向当局进行挑衅 市行政会不能容忍如此挑衅性的对抗 但在一开始 他们仅满足于发出一个不容曲解的暗示 大意是 步道台不能用于政治目的 因为那些在步道台上演讲的人们 所该做的只不过是说明上帝的旨意 但加尔文和他的追随者们 对这官方指示 置若网闻 作为最后一招 行政会禁止传教士上步道台 把他们中最不服从的考陶尔德奇人 以煽动叛乱的罪名加以逮捕 这暗示教会的势力和自制成的势力之间 已发生了冲突 加尔文立即应战 由他的支持者们簇拥着 他强行进入圣皮埃尔大教堂 矫健的登上被禁止的步道台的台阶 之后 各派代表们开始进入教堂 剑拔弩张 一方决心支持被禁止的传教士 另一方则阻止他发言 一场暴乱随之发生 复活节的宗教仪式 几乎以屠杀而告结束 现在 市行政会一任无可忍了 最高权力机关 200人的大行政会召开了 他们要求 开除加尔文和其他反抗行政当局的传教士 公民大会 在1538年4月23日召开 大会议压倒多数通过 免去那些造反的传教士们的职务 并先令他们在三天之内离开本城 在过去的18个月中 加尔文曾咒骂过如此之多的日内瓦自由市民 驱逐他们 判决他们流放 而现在 却轮到他自己了 加尔文企图通过风潮 来摄取日内瓦权力的第一次尝试 失败了 但在独裁者的一生中 挫折不过是暂时的 事实上 那样一种失败 对爬到某一兽予全权高位的人 几乎是必要的 在一开始就戏剧性的失败了 那才引人注目 对主要的革命家来说 放逐 监禁 取缔 从来不会有爱他们的声望 反而对他们有所弊异 一个被群众偶像化了的人 首先得是一个受难者 受到可恶制度的迫害 就能为人民的领袖造成心理上的先决条件 随之而来的是群众全心全意的支持 想要成为领袖者所受到的考验越多 大众就越有可能 把他当作具有象征意义的领袖 对于要担任领导角色的政治家来说 没有比侏儒转入地下更必要了 因为短暂的不露面 会使他的形象传奇化 名声将把他的个性 藏在灿烂的云彩和壮观的光环里 当他从光环中浮现时 他能够满足大众百倍的期望 不劳他采取行动 一种气氛就能够形成 正是在流亡中 许多杰出之士才赢得了权威 那是只有那些有影响的 鼓舞了信心的人们 才能行使的 凯撒在高卢 拿破仑在埃及 加里波在南美 列宁在乌拉尔 都由于本人不在 变得比他们留着更强有力 加尔文也是这样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一杰的声音演播的 斯维格小说 异端的权力 当驱逐批准时 加尔文的一切 好像都已经完结了 他的组织被破坏 他的成果被粉碎 除了一个对强加于秩序的 狂热意志的回忆 和寥寥可数 可以相信的朋友之外 什么都没有留下 然而 正像那些在危险的时刻 具有能避免妥协 躲入暗处的人一样 他的继任者们 和他的对手们 由于犯了和他过去所犯 同样的错误 而帮助了加尔文 当加尔文和法里尔这样 个性有特殊魅力的人 被撤职以后 市行政当局发现 很难骗到 一两个有奴性的传教士 因为他们担心 果断行动 可能是他们自己失去人心 他们准备放松 而不是收紧缰绳 由那样的人占领步道台 那曾经由加尔文 有力推动过的 日内瓦的宗教改革 立即陷于停滞 自由市民们 在信仰方面混乱不堪 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这样 被禁止的天主教会的成员 重新慢慢地恢复勇气 而且努力通过精明的中间人 重新为罗马天主教 征服日内瓦 情况十分紧急 而且越来越紧急 渐渐地 那些改革者们 因曾把加尔文想得太苛刻 和太严格 而感到不安 他们自问 无论如何 铁的教规 毕竟比迫在眉睫的混乱 更为需要 越来越多的自由市民 他们中间有些人 过去曾经积极反对过加尔文 现在立主把他召回 市行政当局最后认为 除按公众的意见办理外 别无他法 加尔文所收到的第一批信息和罕见 不外乎是谨慎地提一些问题 但他们立即清楚地 急切地要那位传教士回来 这一请求 由于热切地呼吁而得到了加强 市政当局不再在信中称他为先生 而称他为加尔文大师 恳求他回来拯救他们摆脱困境 最后 困惑的委员们 缠媚地写信恳求 他们的好兄弟和过去的朋友 恢复传教士的公职 写着公文的那些人宣称 他们决心不遗余力地支持他 直到他满意为止 假如加尔文是一个不足道的 满足于廉价胜利的人 他当然会对两年前 把他放逐出来 而现在恳求他回去的城市 感到满意 但渴望摄取全部权力的他 是永远不会容忍折中办法的 在这神圣的事业里 加尔文不被个人虚荣所动 他要的是权力 他个人权力的胜利 他不愿浪费片刻 让他的工作被任何世俗的权力所干扰 如果他回日内瓦 那么那里只有一个法令有效 那就是约翰·加尔文的法令 一直到日内瓦付住双手 向加尔文卑躬屈膝 自愿臣服 他才答应 在一个满意的地位上进行谈判 由于战术上的原因 他故作轻蔑之态 拒绝了这些急切的开架 我愿死一百次 也不愿重蹈早期痛苦的斗争 他写信给法利尔说 他不愿向他的敌手跨出一步 最后 是行政当局跪在加尔文面前 用隐喻恳求他回来 以至连他最接近的朋友 法利尔也不耐烦了 他写道 难道你还要等十字 也哭喊着要你回来 但加尔文坚持自己的立场 直到日内瓦无条件投降为止 最后 是行政委员们宣誓 接受忏悔 并按照他的意志 建立必要的教规 他们写信到斯特拉斯堡当局 要求城里的教徒兄弟们 把这一择无旁贷的人 让给他们 日内瓦在整个世界 并在他面前丢尽了面子 加尔文终算让了步 他宣称 假定给予他绝对权利的话 他准备接受他原来的职务 就这样 像一个被征服的城市 迎接征服者入城一样 日内瓦迎接了加尔文 并尽一切可能缓解他的不高兴 为使加尔文的要求 可能在事先得到承认 过去严格的法令 又迅速地重新强制执行了 小市行政会弄到一处合适的 带有花园的装修的非常漂亮的房子 给加尔文 现在他的来到已是众望所归了 圣皮埃尔大教堂的步道台 重新进行了翻造 以便加尔文可以更有效地传道 可以让每一参加仪式的人都看得到他本人 荣誉接踵而来 在加尔文离开斯特拉斯堡前 一名使者从日内瓦启程 在半路上欢迎他并带去城市的祝福 自由市民出钱将他的家属隆重地接来 最后在9月13日 一辆旅行四轮马车开到柯纳文门 群众聚集起来 以盛会迎接这归来的流亡者 在欢迎声中 加尔文进了城 现在日内瓦已在他的手中了 他要像一个逃工塑造粘土那样不停地工作 直到他按自己的思维模式改变这个城市为止 从这一刻起 加尔文同日内瓦 就成为两个不可分离的概念 加尔文和日内瓦 精神和形式 造物主和云云众生 第二章 教规 当这一销售的科库的人进入柯纳文门时 一个最重要的空前的实验便开始了 国家要转变成一个僵硬的机构 无数的心灵 具有这样那样感情的思想的人们 要纳入到一个无所不包的和独一无二的体系之中 这是欧洲第一次尝试 以一种思想的名义 把一致服从强加于全民 加尔文开始有条不紊地致力于实现他的计划 把日内瓦改造成城市上第一个上帝的王国 这是一个没有污染 没有腐化 动乱 堕落和罪恶的宫舍 日内瓦要成为新的耶路撒冷 成为一个中心 从这里辐射世界的拯救 这唯一的思想扎根在加尔文的生命里 他将全部的生命奉献给这一思想 这位钢铁一般严酷的理论家 以最严肃 最神圣的态度 对待他崇高的乌托邦 在他精神独裁统治的四分之一的世纪里 加尔文从来也没有怀疑过 当他要求他的追随者正直的生活时 他正在恩赐给他们以巨大的利益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应该按照上帝的意志和指示生活 乍一看去 这似乎够简单的 但是 细细一想 一问就出来了 上帝的意志是怎样被认识的呢 上帝的指示从何处可以发现 加尔文回答说 在福音书那儿 而且只有在那儿 在永恒的圣经里 这是活生生的不朽上帝的意愿和旨意 这些经典由于意外 没有为我们保留下来 上帝明确地把不成文所传的写成了文 这样 上帝的戒律就清楚易懂 并被人们铭记在心 福音先于教会 高于教会 凡真理 皆无所不包 因此 在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国度里 上帝旨意就是至高无上的道德 信仰 法律和生活的体现 圣经作为一部书 体现了全部的智慧 全部的正义 全部的真理 对加尔文来说 圣经就是始终 就是首尾 对所有事物的所有决定 必须以圣经的内容为根据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一杰的声音演播的 茨维格小说 《异端的权力》 就这样 上帝旨意的成文 就成为世间行为至高无上的权威 看来 加尔文不过是重复宗教改革最初的 众所周知的要求 但实际上 他跨了一大步 超出了宗教改革的范围 并完全从原有的思想圈子里冲了出来 因为宗教改革在开始的时候 是作为一种 在精神和宗教事务上保证和平的运动 他意图把福音交给每一个人 而不加任何限制 是个人信仰 而不是由罗马教皇和基督教协会塑造基督 这一基督教徒的自由由路德开创 他连同每一其他形式的精神自由 被加尔文无情地从路德派的信徒那里夺走了 对加尔文来说 上帝的旨意是绝对清楚的 他因此颁布命令说 除他义人外 任何人都不准阐述上帝的旨意 或注视神圣的训誉 正像石柱支撑着教堂的屋顶一样 圣经的词句必须支持教会 使它永远保持稳定 上帝的旨意 以不负起世界的普遍规律性精髓的作用 以不作为永恒的创造和有改革能力的真理 而仅作为一劳永逸 阐述日内瓦基督教法律的真理 就这样 加尔文创立了一种基督教政教 以代替罗马天主教 可以十分公平地说 这一新型的教条独裁统治 已打上圣经统治集团的烙印 从此 一本书成了日内瓦的上帝和法官 上帝是立法者 上帝的传教士 是独家阐述那神圣法律的权威 从某种意义上 是摩西天命的法官 是凌驾于国王们和百姓们之上的法官 他是由权力装备起来的 对抗他即为犯罪 除宗教法律所做的解释外 其他的一概无效 日内瓦立法的基础是宗教法庭 而不是市行政会 只有他们才能够裁决 什么是许可的和什么是禁止的 谁胆敢向他们的统治挑战 他就该倒霉 谁否定教士独裁统治的合法性 他就是反对上帝 对圣经网加评论 将立即付出血的代价 武力的统治 由向往自由的运动引起 而反对自由思想 却往往比反对异端势力更为厉害 那些靠革命起家当上官的人们 成了进一步改革的 最愚昧最不宽容的反对者 反独裁者在开始时 总是试图实现一个理想 但理想 总是从企图实现他的人那里 取形上色的 加尔文教条是精神上的一个创造 因此 不可避免地在外表上酷销他的创造者 任何人 只要看一看加尔文的相貌 就可以预见到 与以前对基督教义做出的解释相比 这一教义将更加苛刻 更加乖僻和暴虐 加尔文的脸庞 酷似实灰言 宛如一幅孤寂遥远多言时的风景画 情调可能神圣 但没有一点人性 凡是能使我们的生命 丰硕快乐美好温暖 赋予情欲的东西 取这个被滥用了的词的 好的方面的解释 在这张不仁慈 不合群不适时的 禁欲主义者的脸上 是看不到的 加尔文的脸长而椭圆 粗糙丑陋 多棱阴郁不和谐 前额狭窄严肃 下面是深陷的 像灼探般闪光的眼睛 阴沟鼻砖横地 从凹下的面颊中突出 薄薄的嘴唇在脸上 构成一个横向的裂缝 一张难得有笑容的嘴巴 无光泽苍白的皮肤上 没有血色 这张脸看上去 是那样的惨白和病态 就好像因为发烧 连镜上的血 都已被吸血蝙蝠 吸光了一样 只在愤怒之下 在刹那间 它才变成潮红 这先知的胡须 所有加尔文信徒和教士 都尽可能模仿 他们大师的式样 徒劳地 在那暴躁易怒的面容上 添加上男子汉活力的外表 西叔的头发 像他们所付的脸皮一样 毫无生气 他们不像古话里摩西的染 威严的下搭 好像是长在几土上 熙熙朗朗 衣无生意的灌木 好一张阴暗而寡欢 孤寂而紧张的脸 很难相信 会有人要把这一贪婪 和好教训人的 狂热分子的画像 挂在私事的墙上 如果你在日常行动中 一直感到这双警戒 而侦察的眼睛 在盯着你的话 你会倒抽一口冷气 没有个人的欢愉 能同他对抗 泽巴伦尔 以西班牙狂热主义者 同样的风格 最成功地描绘了加尔文 他代表了禁欲主义者和隐士 在一片漆黑的背景中 人们住在远离世界的洞穴里 都永远看着圣经 同时带着其他精神生活的工具 死人的骷髅和十字架 之后陷入那沮丧黑暗 和不可接近的估计之中 人类有其不可接近的一面 而中加尔文的一生 就由这一面守卫着 从青少年时代起 他就穿黑色的衣服 教室的四脚帽也是黑的 一直盖住前额 这头戴介于修道士的头巾 和兵士的头盔之间 教室漂浮的长袍是黑色的 其长极靴 法官穿官服 他的任务是不断地惩罚人 医生穿长袍 他得永远试图治救病人 黑色永远是黑色 永远是严肃 死亡和冷酷 除了这植物上的象征颜色外 加尔文从来没有 以任何其他装束出现过 因为他希望让人望而生畏 他是穿了执勤长袍的 上帝仆人的代表 他不希望别人 像一个人和一个兄弟那样爱他 然而 如果说他对世界是那样的严酷 他对自己的严酷也不少讯 他恪守最严格的教规 为了心灵之故 他只允许他的身体享受绝对的 最低限度的食物和休息 夜间只睡三小时 至多四小时 一天只进一顿节约餐 很快吃完 餐桌前还翻开着一本书 他不散步闲荡 没有任何娱乐 不寻求消遣 特意避开那些 有可能使他真正欣赏的事物 他工作 思索 写作 辛勤劳作和战斗 卓越的 现身于宗教 从来没有一小时的私生活 加尔文 从来不知道享受青春年华 比方说 他生来就像大人 他的另一主要性格 是全然无需声色 口腹之乐 肉欲严重威胁了他的教义 其他的改革者们 相信并宣称 人可以可喜地领受上帝的天赋 而真诚地为神圣的目的服务 他们基本健康而正常 他们以健康和有力量 享受为乐 斯文格里在他的第一个教区里 留下了一个私生子 路德有一次笑着说 如果妻子不要的话 姑娘倒要的 一言必知 他们是男人 乐于痛饮和纵情欢笑 与此相对照 加尔文完全克制了 他本能上的情欲成分 或只让他们以最隐蔽的形式出现 他凭着狂热的理智 一直生活在上帝的旨意 和精神世界里 对他来说 只有当真理 只合乎逻辑 明了和始终如一时 他才成其为唯一的真理 加尔文只知道 只容忍 有纪律 贤恶 无纪律 他理智地近乎执拗 他从来不需要任何 能使人沉醉的快乐 诸如 纯酒 富人 艺术 或上帝赐予 尘世享乐的多种天赋 在一生中 他只有一次 是按照圣经的传统办事的 他去求婚 不是被情欲 而是由信念所驱使 一个已婚的男人 可能工作得更好些 他不是自己考虑 做出抉择 而是委托 他的朋友 为他找一个 合适的配偶 结果 这个情欲的凶恶敌人 险些失误 与一个轻浮的女人 定了婚约 最后 在幻想破灭的情况下 他同一个 他使之受在席里的寡妇 结了婚 但命运否决了 他享受快乐的资格 他妻子 为他遇的独子 未能活下来 生下几天就死去 之后不久 妻子又死 他成了官夫 其实 他还不满36岁 这个还有20年活力的男子 正当盛年 他得处理结婚事务 得接触妇女 但他从来不再接近 其他妇女 他把自己的一切 都献给了 宗教 教室 和教规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一姐的声音演播的 斯维格的小说 异端的权力 然而 一个人肉体上的需求 并不亚于思想上的需求 谁忽视它 谁就会遭到残酷的报复 我们人类的每一器官 都有一个按其天然能量 充分运转的 本能上的要求 每时每刻 血液需要更自由的循环 心脏需要更有力的跳动 肺部要扩张 肌肉要自行紧张 精业要寻自然的终点 如果有人想用自己的理智 去抑制持续的生命冲动的愿望 抑制它们 不去满足它们 那么 或早或迟 将面临自身器官的造反 加尔文的身体 因例行教规 而得到可怕的清算 虽然禁欲者试图假装说 我自己 辟解说欲望 是不存在的 但神经却不断折磨这一暴君 明显地强调说 欲望是实际存在的 在那些精神生活的大师们中间 可能很少有人比加尔文忍受更多的 因肉体的造反而造成的痛苦了 小病接种不断加剧 几乎在加尔文的每封亲笔信里 都可觉察到 一种由于不可思议的疾病 所造成的恶作剧式的奇希 时而他提到偏头痛 那使他卧床几天 时而提到胃痛、头疼、痔床发作 脚痛、重感冒、神经痙攣、出血 胆结石、拥居、短时间发烧、寒战、风湿病 膀胱病 他得继续不断地看医生 他的身体是如此的脆弱 一直似乎每一部分都会在压力下垮掉 而成为造反的一个中心 加尔文有一次呻吟道 我的健康好像是一个长期的死亡 但这个人就像他的座右铭那样 从绝望深处振奋精神奋力前进 他拒绝让疾病夺走他分秒的工作时间 这一骚动着的身躯 经常要用他跋扈的精神去从头制服 如果高烧使他无法缓步走向步道台 他会让人用担架抬到教堂步道 当他不能参加市行政会的会议时 他会召集那些成员在他家里开会 要是卧床不起牙齿打扎 盖上四五条热被子 才使他可怜发抖的身体 生起一些热议 他仍会在房间里留下两或三个秘书 轮流向他们口售 如果他同一个朋友到近郊换换空气 消磨一天 他的助手会同他驱车同行 而在这伙人还未到达目的地之前 乘车的信使 已匆匆地在城乡间来回待命 每次大病方育 他会立即提笔 恢复他劳累的生活 我们不能认为 加尔文是不活跃的 他是一个精力过人的魔鬼 每天劳作不错 在破晓前很久 当其他人还在沉睡时 他的书斋的灯火已亮了 午夜后 日内瓦所有的人都已休息 他的灯火还得亮几小时 从日落到日出 那些抬头看他窗口的人 会觉得 这孤单的灯光 好像永远是点燃着的 他的工作量 使人简直难以相信 我们不得不认为 他有四个或五个大脑 可以同时使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这一被证实为重病号的人 确实干了四五个不同职务的事 他主要的公式 圣皮尔大教堂的传教士 只不过是许多公式中间的一件 这一奸差的圣奉者 受歇斯底里全力狂的激励 逐渐地取得了多种职务 虽然他在上述教堂发表的步道 以印刷成册装满书架 虽然腾写员 发现自己全部时间都花在抄写文件上 而所抄写的 也只是所收集的 加尔文著作的很少部分 加尔文作为宗教法庭的首席法官 没有他的幕后操纵 法庭从未做出一个决定 这一圣经牧师 作为无数神学和论战论文的编者 作为圣经的译者 作为大学的独立者 和神学院的创始人 作为市行政会的长期顾问 作为宗教战争的参谋本部政治官员 作为最高的外交官 和新教教会的组织者 指导并执行他的神学王国 所有其他牧师事务 他管理从法国、苏格兰、英格兰 和荷兰送来的传教师们的报告 他指导对外宣传 通过印刷厂和销售者 他建立了一个秘密机构 把他的触手伸向全世界 他同其他新教领袖进行讨论 并同亲王们和外交官谈判 几乎每日每时都有外国来宾 所有的学生 所有未来的神学家 经过日内瓦什 都来向加尔文求教 并向他致敬 他的家好像一所邮局 是有关政治和私人事务信息的来源 有一次 他不无感慨地写信给一个朋友说 他记不起 在他的公务任期中 曾有过连续两小时 不受干扰而致力于工作 每天 从最遥远的地方 诸如匈牙利和波兰 通过他所信得过的代理人 源源不断输来己见 他要向无数求援的人 提出个人的忠告 有时是一个流亡者 要求在日内瓦定居 并为他安顿家眷 加尔文发起募捐 保证他同教派的人 受到欢迎和支持 有时是有些人要结婚 有时是另一些人要离婚 两条路都通向加尔文 因为在日内瓦 未经他的批准 任何精神上的事件 都不能发生 要是独裁的贪求 仅限于其正常的范围内 仅限于精神上的事物上 那就好了 然而 加尔文却认为 他的权力是无限的 作为神权的执行者 他认为 城市间的每一件事 都必须服从于神和灵 他残忍地 把他专横的手 伸向国家和城市的每一事物 是行政会议的记录里 没有一天不看到这样的句子 关于此事 最好同加尔文大师商量 没有东西可以逃过他戒备的眼睛 我们只能把这灵敏头脑的 持续劳动视为奇迹 这样一种精神上的禁欲主义 带来了数不清的危险 无论是谁 全部放弃了个人享乐 即使是自愿放弃的 也必然会把放弃作为 法律强加于人 而且将试图使用武力 把对他是自然的 但对别人却是不自然的事物 强加于人 以罗伯斯比尔为例 我们可以看到 禁欲主义者 往往是那种最危险的暴君 一个人如不全面地愉快地分享他伙伴的生活乐趣 就必将对他们毫不宽容 教规和冷漠无情的严峻是加尔文教条的基础 在加尔文看来 人没有权利抬起他的头 坦然地向四面八方观看 没有权利 无谓地在世界上前进 他必须经常留在敬畏上帝的阴影之中 悲贱地向那无希望的 不适当的信念低头 从一开始 加尔文清教徒式的道德 就是他把快乐和不受约束的享受 作为邪恶 凡事能带来美事 并推动我们 尘世继续存在的 凡事能消除心灵紧张 能促进解放 并减轻我们负担的 都被加尔文法典判定为 虚服、无用和多余 有有甚者 这些苛刻的武断 也强加于艺术 甚至那些几世纪来 同神秘主义和宗教仪式密切地结合着的 宗教领域里的艺术 加尔文也强制执行了 他自己思想体系上的讲求实际 凡能够使观能产生兴趣的 或者能够使感情 易于顺从和摇摆不定的 都无情地扫至一旁 一无例外 因为真正的信徒 不能在靠近上帝的宝座时 还带着一个艺术家那样 易于感动的灵魂 他们会在芬芳香烟缭绕中 被弄得朦胧不清 会在音乐声中被愚弄 会被貌似虔诚的圣画和圣雕之美 引入迷途 真理 只有当他完全明确时才是真理 上帝的旨意要不是绝对的明了 就不称其为上帝的旨意 横扫一切的偶像 把圣画圣像从教堂里丢出去 清除多彩的法符 把圣案从弥撒书中和镀金的神龛里 解放出来 上帝不需要过分的装饰 横扫是奢侈享乐之徒 心灵麻木的燕影 在神圣的仪式里 不准有音乐 不准有响亮的管风琴演奏声 甚至教堂的钟声 在日内瓦从此寂静无声 因为真正的教徒不需要那金属的铿锵之音 来提醒他的责任 虔诚从来就不依靠心灵外在的事物 不依靠祭品和奉献 而只依靠内在的顺从 清除教堂精心设计的礼仪 清除宗教预言化和宗教仪式 停止喜庆和节日 加尔文一举消灭了日历上的全部节日 早期基督教徒在罗马的墓教里 就开始的复活节和圣诞节的宗教仪式 在日内瓦也被废除了 加尔文的上帝不要宗教仪式 甚至不要爱戴 而只要敬畏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一节的声音演播的 茨维格小说 《异端的权力》 试图以入迷或振奋精神 来靠拢上帝 而不是从远处 以永恒的崇拜来侍奉上帝 这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放肆 这里提出了加尔文主义者 对价值再估价的深刻意义 加尔文希望 把神尽可能地抬得高于世界 希望把城市撂尽深渊 希望把上帝的概念 给予至高无上的尊贵地位 来贬低人类的概念 这位愤世激俗的改革家 把人类当作一群任性的暴民 一群乌合之众的罪犯 他一直怀着恐怖和憎恶 凝视着那不断增长的 尘世快乐的浪潮 那种快乐有万千来源 是生命给予那些 禁欲气质较少的人们的 加尔文一再哀叹 上帝的决定何等莫测高深 他所创造的人 是那样的不全和无德 他们不断地倾向于堕落和罪恶 他们不能辨别神圣 他们急于要再次投入罪恶的深渊 当加尔文凝视他的同教弟兄时 他充满了厌恶 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宗教缔造者 用如此卑劣的措辞来描述个人类 不可驯服的残酷的禽畜 还有更糟的一堆垃圾 他在原理一书说 当我们仅从天赋方面来看一个人 我们会发现他从头到足 一无是处 如果在他身上还有一丝值得赞扬的话 那也来自上帝的恩赐 我们所有的正义是不公正的 我们的礼拜是肮脏的 我们的光荣是羞耻的 甚至从我们身上 所表现出来的最好的东西 也常常被不洁的肉体 所感染而堕入邪恶 并同污垢混合 显而易见 凡是从哲学观点出发 把人类看作为上帝未完成的 和半途而废的工艺品断片的 将永远不愿意 像神学家和政治家那样承认 上帝可以给予这样的 人以少量的自由和独立 全能的上帝 一定要无情地剥夺这些腐败和贪婪的人们的自觉权 如果我们听其施行诡计 他们的灵魂除恶事外 一无所能 我们一定要一劳永逸地阻止亚当 孽种们的放肆看法 他们居然自以为 有权按照他们自己的个性发展 同上帝同我们尘世的关系 我们越是严厉地镇压那种放肆行为 越是抑制人而使其服从 于他们就越好 不许有自由 不许有自主的意志 因为人只会滥用特权 一定要强迫他们 在上帝的伟大之前十分公顺 我们一定要使他们清醒 一定要吓唬他们 阻止他们的放肆 直到他们无抵抗地接受 那虔诚而顺从的前手地位 直到他们把自己的个性 结合在前手群中 这样 个性特殊性就消失无影 要实现这种对个性的残酷镇压 要实现这种对个人所有权的 破坏性的剥夺 而有利于集体 加尔文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 那就是著名的宗教教规 就是对人类的冲动和欲望 强加以迄今没人设计过的 苛刻的控制 从他独裁统治开始 这卓越的组织者 就把他的羊群 他的全体教徒放在一个 有次的条例和禁令的铁丝网里放牧 同时 他创建了一个特殊的部门 去监督恐怖主义者德行的工作 我们刚才所说的 组织名为宗教法庭 他的目的定得十分模棱良可 比方说 监督宗教团体 已使上帝能十分纯洁地受到尊敬 但从表面上来看 这一道德检查人员的影响 仅限制在宗教生活里 但是 由于把城市 同加尔文国家极权主义概念的哲学 密切地连接起来 从此 最起码的独立活动 就被当局控制了 宗教法庭的寻补 罗马人 显然是监视 每个日内瓦人的私生活的 他们绝对不能放松监视 而且希望他们留意的 不仅是言论 而且是观点和思想 从制定对私生活 进行如此广泛控制开始 在日内瓦 就很难说 还存在什么私生活了 加尔文 一跃而超越了天主教的宗教法庭 后者 总是依靠小报告 以及各种来源的告密 后来 还派遣了一些心腹和密探 但在日内瓦 根据加尔文的宗教哲学 人性 本 永恒的 向恶 而不是向善 因此 某人可以鲜艳地 被怀疑为一个罪犯 每一个人 一定要容忍监督 在加尔文 回日内瓦之后 所有屋子的门 好像突然敞开了 墙壁好像变成透明的玻璃 每时每刻 每日每夜 都可能响起扣门声 大批宗教警察 不容公民抗拒 就宣布进行访问 无论贫富贵贱 每月一次 都得服从这些 职业道德警察的盘问 一连几小时 因为 法律条款宣称 这种考察 一定要以从容不迫的方式进行 白发苍苍的 受人尊敬的 久经考验的 弃经可靠的人 一定要像小学生似的 经过考察 诸如他们 是否记得祷告词 或者他们 为什么不参加加尔文大师的一次步道 经过这样的盘问和教化之后 访问仍未结束 为道的素艺委员会的成员们 事事都要插手 他们触摸妇女的衣服 看她们的裙子 是否太长或太短 衣服 是否有多余的试边 或危险的开刹 警察 仔细地检查发饰 务使她不要做得太高 他们数受害人手指上有几个戒指 翻看柜里有几双鞋 他们从卧室检查到厨房的餐桌 以查明饭食是否超过规定的 一汤或一菜 是否藏有糖果和果浆 接着 虔诚的警察继续检查其余的房间 他窥探书架 巴不得有一本 未经宗教法庭出版许可的书 他查看抽屉 希望寻出一张圣者的画像 或者一串念珠 仆人们被查问 有关他们主人们的行为 孩子们被盘问 有关他们父母亲的所作所为 当这一加尔文主义独裁者的奴才上街时 他一直竖起耳朵 以查看 是否有人在唱一支世俗的歌 或者奏乐 或者沉溺在恶魔般邪恶的快乐之中 从此以后 在日内瓦 当局一直在追猎任何带来快乐的事 追猎任何淫荡下流的行为 如果当场抓住一个自由市民 他在工作之余 到酒馆喝一杯酒 借以恢复经历 此人就倒了霉 如果有人堕落的 用制骰子 或玩纸牌 作乐 并被当场抓住的话 他也就倒了霉 追猎日复一日地继续着 那些密探们都疲于奔命 连安息日也得不到休息 他们要一次又一次地进行逐户访问 因为有些懒汉会躺在床上不去聆听加尔文大师的步道教会 在教堂里 在教堂里 告密者注意动静 随时准备喝吃那些迟到或提早退出上帝之家的人 这些官方的魏道士们 孜孜不倦地四处奔波 入夜 他们在罗纳河边灌木丛中窥探 看是否有一对罪犯情侣纵情的拥抱 在旅店 他们检查床铺 并彻底搜查过客的行李 每封出入城市的信件都得拆开检查 宗教法庭精心组织的戒备远远超出了城墙 在驿车里 在公共华庭里 在横渡湖面 去外国市场的船只里 在城外的旅店里 密探到处出没 一个在里昂或巴黎访问的日内瓦市民 说了任何不满的话 都会被确作无误地报告上去 但是 更为不能容忍的情况是 无数非官方的密探 以志愿者的身份 同那些合法任用干那项工作的人一起活动 一旦一个国家开始实行恐怖统治时 志愿告密的毒草 便会像可验的种子那样萌发滋涨 当原则上允许甚至希望告密时 其他正派人就会被恐惧所驱使 而盼望告密者的角色 但是为了不被怀疑是站在魔鬼一边 而是站在上帝一边 在加尔文独裁统治下的每一个日内瓦公民 都会对他的朋友怀疑蔑视 惹中的恐惧使他们迫不及待地要走在告密者的前头 几年以后 宗教法庭废止了官方监督 因为所有的公民都以志愿受其控制 无情的告密潮流日涨夜高 推动了精神上宗教法庭的年轮 轻快地转动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一姐的声音演播的 茨维格小说 《异端的权力》 在这样一个制度下 谁能有安全感呢 谁能肯定他没有违反某一条圣旨呢 因为加尔文实际上 已禁止了每一件能使生命愉快和有益的事 戏院、娱乐、传统节日 任何一种舞蹈或游戏都被禁止 甚至如滑冰那样无害的运动 也使加尔文暴跳如雷 他唯一能够容忍的 衣服必须十分朴素 几乎是僧侣式的 因此 裁缝们除非有市行政当局的特许 并按规定新样裁剪将被禁止 未满十五岁的姑娘不得穿丝绸 而超过这年龄则不得穿丝绒 金银花边 无用的钮扣和褶式均被禁止 佩戴金饰或其他小件事物也违反规定 男子不得续长发 禁止妇女把一缕缕头发卷起来 并用梳子定型 禁止花边 禁止手套 禁止褶边和开叉的裙 禁用轿子和四轮马车 禁止家宴邀请客人超过二十人 在售喜和定宴会中 上菜不得超过指定的倒数 不得供应糖果和果谱 除当地出产的红酒外 不得饮其他的酒 娱乐场合 无论四足的寿或有益的琴 一概禁止 糕点也禁止 新婚夫妇在结婚时 或在婚后六个月内 不得互赠礼物 当然 任何性质的婚外性行为 是绝对禁止的 即使已经正式订婚的 也同样不得疏忽 日内瓦公民不准进入旅店 除非做祷告 旅店主人不得供应 过客食物饮料 大体上 韭菜馆的老板们 都得到指示 要检查他们的客人 要非常留心 每一句可疑的话 或每一个可疑的姿势 没有特别许可 不得印书 禁止向国外写信 剩下其他雕塑和音乐 全部被禁止 至于唱赞美诗 法令条款宣称 务必要避免 单于取掉而不注意 集中于歌词的精神和意义上 因为 只有活的词 才能赞美上帝 公民们在加尔文来到之前 自以为是自由的市民 现在 甚至不准为他们的孩子们 选择受洗的名字 虽然几百年以来 克劳德和阿玛德的名字 一直很普遍 但现在被禁止了 因为他们没有在圣经上出现过 一个虔诚的日内瓦人 必须为他的儿子取名为 爱萨克 亚当 或诸如此类的名字 禁止用拉丁语做祷告 禁止复活节和圣诞节宴会 凡是能够是一个存在的实体 不那么灰色 那么单调的每件事 都被禁止 当然 在言论出版方面的任何思想自由 都是禁止的 对加尔文独裁政治 进行批评则是 罪上加罪 更被禁止 城市的公告宣读人 以谷为前导 严正警告自由市民 除市行政会在场外 莫谈国事 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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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等可赠的腔调啊 在经疑中 人们会问自己 有这么多的禁止之后 允许留给日内瓦人的 还有什么呢 不多了 允许他们去活 去死 去干活 去服从 以及去教堂 这最后的一项 实际上 岂止是允许 而且如缺席 就要严惩的 如果自由市民 不去所属教区 听传教讲道的话 就倒了霉 星期日两次 一周三次 还有专为儿童的 特别教诲时间 高压统治的重视 甚至在主日 也毫不放松 在主日 仍然是一连串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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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不宽容 整整一周 用辛勤劳作 换得每日的面包 到了周末这一天 则礼拜上帝 一周为劳动 星期日为教堂 这样 撒旦就得不到 或保不住立足之地 即使在罪人中 也不可能 就这样 自由和生命的快乐 就此告终 在惊异之余 我们不禁要问 一个几十年来 已习惯于瑞士式 自由的共和城市 怎么能够容忍 像萨沃纳罗拉 在佛罗伦萨那样 严厉的独裁统治呢 一个基本上是 快快乐乐的南方民族 怎么能够容忍 如此对生命快乐的扼杀呢 为什么像加尔文那样的禁欲者 能够有效地扫除 成千上万的快乐呢 加尔文的秘密 并非创新 他的手段 是古今往来的独裁者 都用过的 恐怖 加尔文就是神圣的恐怖 让我们直言不讳地说 由于软弱 暴力就无所顾忌地 嘲弄人道 并很快就形成压倒之势 把恐怖统治暴虐 强加于一个制度 就会瓦解个人的意志 使社会生活成为不可能 它像是一种毁灭性的疾病 腐蚀灵魂 很快 暴力就成了秘密活动的核心 由于普遍存在着胆怯 独裁者 就能在各处找到帮凶 因为当一个人一旦知道 他自己被人怀疑 他就会怀疑起他的邻居来 在恐慌中 狂热分子的行为 往往超出了 他们暴君的命令和禁令 一个有组织的恐怖统治 就会创造奇迹 当权威受到挑战时 加尔文毫不犹豫地 一再创造奇迹 在这一方面 能胜过他的其他暴君 可说是绝无仅有了 没有理由可以认为 他的专制 就像他所有的品质一样 是他理论的合乎逻辑的产物 可以认为 这一神经过敏 幽灵一般 却有才智过人的人 对流血是憎恨的 就像他自己所公开承认的那样 他不能忍受残暴的景象 在他统治时期 日内瓦非常频繁地处决和烧死人 他从不参加执行 在这儿 人们发现了这些热情的理论家 最严重的毛病 像这种典型的人 他们 又一次像罗伯斯比尔 从来没有勇气去目击执行 更不用说要他们亲自动手了 他们会轻易地下令判处 上百或上千人的死刑 只要他们自己内心 充满了他们的理想 他们的理论 以及他们的体系 现在 加尔文把严厉地对待罪犯们 作为他体系的基石 从他的哲学观点来看 他把不懈地实施这一体系 看作是上帝所降于他的大任 那就是 为什么他无视于自己天性的激励 不让任何怜悯的苗子露头 有系统地训练自己去残忍 他磨练自己的顽强意志 就好像那是一门精细的工艺一样 我严格训练自己 那样我就有可能更好的 向世界上的恶行做斗争 我们不能否认 这铁一般意志的人在自我训练 使自己残酷无情方面 获得了非常地成功 他坦率地承认 他宁愿知道 有一个无罪的人受到折磨 也不愿让一个有罪的人 逃脱上帝的审判 在无数次的行刑之中 有一次 由于刽子手的笨拙而将执行 延长为一次可憎恶的折磨 加尔文写了一封开脱的信给法里尔 没有上帝特别的意志 就不可能发生这种 使已判处死刑的人 被迫忍受这样长时间折磨的事 加尔文的观点是 如果关心到上帝的荣誉 宁言勿宽 除不序言行外 没有办法能使人的行为合乎道德 很容易理解 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 耶稣基督是无情的 上帝的荣誉要不断地加以保护 必然的后果就是杀人 在一个还没有从中世纪脱胎出来的世界里 那可能的结局又能是什么呢? 加尔文统治的头五年期间 在这一人口比较少的城市里 绞死13人 斩首10人 烧死35人 76人被赶出家门 更不用说那些 及时躲开恐怖手段而逃跑的人了 在新耶路撒冷 欲为之满 以至于监狱长通知行政长官 他无法再接纳更多的犯人了 牢房里的飞行 不仅仅是对已经判决的 嫌疑犯也一样 是那样的令人毛骨悚然 犯人们自行肆意毒打 比进考打市更厉害 最后 市行政会不得不下令 为了减少类似的意外事故 犯人应日夜上手铐 加尔文对这些令人厌恶的事情 不置一辞 为了建立这样的秩序和教规 使得城市得付出可怕的代价 日内瓦过去从来不知道 有这许多死刑刑罚 拉之酷刑和流放 而现在 加尔文以上帝的名义 统治该地就这样干了 所以 还是巴尔扎克说得对 加尔文的宗教恐怖统治 比法国革命最坏的血洗还要可增 加尔文激进的宗教不宽容 在道德上 比罗伯斯比尔的政治不宽容 更为残酷 如果它有比日内瓦更大的势力范围的话 它会比那可怕的政治平等倡导者 放出更多的鲜血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一姐的声音演播的 茨维格小说 异端的权力 尽管如此 加尔文主要不是依靠这些野蛮的判决 处决和折磨 来破坏日内瓦人自由的观点 乍一看 当我们读到加尔文著名的教规 发现其中论述是何等所细时 我们会觉得有趣 但如果读者低估约翰·加尔文大师精细的技巧 他是认错人了 他深思熟虑地 以特别细的筛演结出禁网 其筛演细到实际上不可能有鱼漏网 这些禁律特意涉及一些琐事 所以 每一个人都可能受到良心的谴责 并会产生 对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的当局 永久的畏惧 在我们每天要走的路前面 所设置的铁极力越多 我们越南自由地和无忧无虑地寻路前进 不久 在日内瓦 没人觉得安全了 因为宗教法庭宣称 人只要还在呼吸 几乎每时每刻都会犯罪 我们只要打开市行政会的纪录簿 就可以看出恐吓手段是何等的巧妙 一个自由市民在参加受洗时微笑 三天关押 另外一个 因沿下困呆 而在不到时间睡觉 坐牢 有几个工人在早餐时吃糕点 罚三天只吃面包和水 两个自由市民玩酒住戏 坐牢 两个人用骰子 赌四分之一瓶的酒 坐牢 一个男人拒绝给他的儿子命名为亚伯拉罕 坐牢 一个盲琴师 弹了舞曲 驱逐出城 另外一个人称赞卡斯特里奥翻译的圣经 逐出日内瓦 一个姑娘在滑冰时被抓获 一个寡妇铺在她丈夫的坟上 一个自由市民在拜神时 敬她的邻居吸一撮鼻烟 他们都被传到宗教法庭 告诫后下令做苦工赎罪 如此等等 没完没了 有几个人开玩笑 在主显节 把豆嵌在饼里 罚二十四小时只吃面包和水 一个自由市民称加尔文先生 而不称大师 一对农民夫妇按照古代的风俗 一退出教堂便谈论生意经 坐牢 坐牢 再坐牢 一个男人玩纸牌 纸牌挂在脖子上 家境势众 另一个人在街上纵情歌唱 他被告知 他可以滚开到别处去唱歌 这句话的意思是他被放逐出城 两个游艇船员吵架 无人受伤 处死 两个男孩举止粗鲁 起初判处火刑 之后从宽 强迫他们观看火刑执行现场 在所有犯人中 量刑最野蛮的是 敢向加尔文政治和宗教上的 一贯正确挑战的人 一个男人公开抗议改革者的宿命论主义 他被残酷地在城中所有十字路口 受鞭挞并放逐 一个印书商酒后抱怨加尔文 判处在放逐出城之前 用热烙铁在他舌头上穿孔 雅克·格鲁特 尽因管加尔文叫伪善者 先上拉执行 然后处决 每一犯法行为 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 都会详细地登陆在宗教法庭的记录簿上 这样 每一个公民的私生活 就可以作为反对他本人的可靠证明 如此塑液匪泻地恐怖 其结果必然会使个人和群众两者的尊严感和活力 扫除殆尽 在一个国家组织中 每个公民都不得不接受盘问 检查和判刑 他们随后就会知道 那看不见的密探 正在注视着他的所作所为 记录着他的议论 无需通知 不问昼夜 公民的屋子 应服从访问 这样 人们的精神就屈服了 一种群众性的焦虑情绪接踵而来 甚至传染给最勇敢者 最坚强的意志 因斗争无效而瓦解 多亏了著名的教规 加尔文的日内瓦 成为如他所希望的那样 悲哀 畏缩和胆怯 没有能力对抗加尔文大师的意见 就过这么几年 日内瓦在这一教规下 呈现出如此新貌 这一度曾是自由和快乐的城市 现在 好像被埋在观照之下了 色彩鲜明的服装看不见了 戴之以黄褐色 教堂钟楼不在明钟 快乐的歌声不再在街道上荡漾 家家户户 像加尔文信徒礼拜之所那样 单调朴素 旅店人空 乐师 不能再召集人们去跳舞 酒注戏不能再玩 骰子不能在桌上快乐地跳跃 舞厅已空 过去 情侣们常去漫游的暗像 已空即无人 周复一周 只有教堂 一无陈设的内部 才是情侣们参加气氛音域寂静集合的场所 整个城市呈现出 像加尔文自己一样忧郁的面貌 逐渐 逐渐变得像他一样令人讨厌 或者是不自觉地模仿他的严酷 阴险和揭默 人们不复能自由地 心情愉快地到处漫游 他们的眼睛不复闪烁着欢乐 他们的目光只有恐惧 因为快乐 有可能被误会为情欲 他们不复无拘无束 因为他们害怕那可怕的人 而那人是永不快乐的 甚至在家庭私生活中 他们学会了窃窃私语 因为他们的男女佣人 可能就在房门外的钥匙孔中窃听 当害怕成为第二天性时 那被吓破胆的就不断地注意密探 最大的事是不要惹人注目 不要做可能引起别人注意的任何事 诸如服饰或一句脱口而出的话 或者是快乐的面容 避免引起怀疑 保持被人遗忘 日内瓦人在加尔文统治的后期 尽可能坐在家里 因为在家里 他们屋子的墙壁 以及门梢门山 可能在相当程度上防护他们 免于窥探的眼睛和被人怀疑 但是 如果他们从窗口看出去 他们会看到几个宗教法庭的寻补 在街上走过来 他们就吃惊地缩回 因为 说不定哪一个邻居已经告发了他们 当市民们非出门不可时 他们就捏手捏脚 偷偷摸摸地走 眼睛往下看 身体裹在黑褐色的外套里 就好像他们是去参加听步道或葬礼 甚至连孩子们 他们在这新教规中成长起来 也被教诱客彻底下昏了 他们不负像健康而快乐的小孩子那样的做游戏 而是像一只蜷缩着的 一只怕挨打的猎肿狗一样 他们伪顿得 好像在半黑暗中 从来得不到充分阳光的花儿一样 城市的节奏与时钟的节奏一样有规律 冷冰冰的滴答之声 从来不会被喜庆佳节所打断 单调 有秩序和可靠 任何第一次访问日内瓦的人 走在街上 一定会相信 这城市在国丧其中 居民是那样的冷淡和悲哀 那样的沉默寡欢 精神气氛是那样的难以忍受 教规令人吃惊地维持着 但加尔文强加于日内瓦的 这一不宽容的节制 是以丧失所有神圣的活力为代价的 除非有充分的无拘束的自由 那活力才能生机勃勃 虽然如此 加尔文还是创造了许多虔诚的公民 认真的神学家和卓越的学者 他们使城市名传千古 但是 另一方面 甚至在加尔文死后两个世纪 这罗纳河畔的城市 依然没有世界驰名的画家 没有音乐家 没有艺术家 为平凡捐弃了平凡 为彻底驯服的屈从 捐弃了创造性的自由 直到很久以后 一个艺术家在日内瓦诞生了 他的全部生命都现身于反抗对个性的束缚 只有借助于他 借助于这位让雅克卢梭 借助于日内瓦公民们充分的独立性 日内瓦才能够从加尔文强加于他的囚服中 解放他自己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一姐的声音演播的 茨维格的小说 《异端的权力》 第三章 卡斯特利奥出场 一个独裁者受人敬畏 但未必受人爱戴 那些提出恐怖统治的人 很可能完全不认为恐怖是正当的 毫无疑问 在加尔文刚回到日内瓦时 自由市民和地方当局都对其十分钦佩 看来他感动了各方面的人士 因为只有一个宗派 而且是唯一至高无上的 所有的人只好被迫 让那独裁者坚决地推向他的目标 把他召回来统治自己的大多数人 被统一陶醉地晕头转向 很快 一个比较严肃的气氛开始了 把加尔文召回 以恢复秩序的人们 由于抱有希望 而在私底下受到鼓舞 他们以为 一旦这一凶恶的独裁者 完成了他所希望的事情 由于他对道德的热忱 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得不那么残酷 然而事实正相反 教规一天比一天严格 加尔文完全不放松控制 完全不说一句话 感谢他的居民放弃个人自由和快乐 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使他们深感失望的是 加尔文宣称 要在绞刑台上绞死1700或1800个日内瓦青年 在这之后 道德和教规才能在这腐败的城市里建立起来 日内瓦人终于认识到 他们不是如所希望地招来一个 能在思想上恢复生机的人 而是让一个将镣铐 夹在他们自由之上的人回城 他越来越残酷地实行高压措施 到最后 他甚至同他最忠心的追随者也疏远开来 对加尔文的不满 在几个月之内重新抬头 他自吹自擂地梦寐求知的教规 似乎比现实更有诱惑力 魅力和浪漫色彩消退了 那些昨天还对之欢呼的人 现在开始抱怨了 但是动摇一个独裁者的威望 需要有显而易见和异于懂得的理由 加尔文很快就提供了这一理由 日内瓦人开始怀疑 宗教法庭的一贯正确 是在大瘟疫期间 在1542年到1545年大瘟疫 时此城陷于荒芜 正是那些传教士们 大声宣称并极力主张 受到疾病折磨的病人 在三天之内 一定要请到一个牧师在侧 当时 有一个牧师传染到了疾病 于是传教士们就撒手不管 让传染病院里的病人 未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便死去 是行政当局白费力气 试图至少找到一个愿意访问和安慰 在瘟疫医院里不幸病人的宗教法庭成员 但除卡斯特利奥外 没人愿意去 卡斯特利奥是一个精学院的院长 由于不是宗教法庭成员 而未受委托与病人作伴 但加尔文却示意他的同事们宣称 加尔文是需要的 公开主张他不能为了帮助局部 而削弱整个教会 其他传教士虽然没担负加尔文那样重要的使命 也一样小心翼翼地避开危险 市行政会陡然地向这些胆怯的牧师们求助 当时对传教士们有一个直率的批评 他们宁愿吊死也不去传染病院 1543年6月5日 所有日内瓦宗教改革的传教士们 由加尔文领头出席了市行政会的一次会议 他们无耻地招任 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勇气 进入传染病院 虽然他们知道凶日也好 吉日也好 传染病院才是他们为上帝和教会服务的合适场所 现在没有比领袖们表现出个人勇气 更激励民众的了 在马赛 在维也纳和许多其他城市里 在过了几个世纪之后 人们仍深深地追念那些 在瘟疫流行期间尽了责任的英勇的教士 老百姓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领袖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的英雄主义 更不会忘记那决定性时刻的悲劝 日内瓦人藐视并嘲笑那些教士们 从步道台上 他们习惯要求众多信徒做出最大的牺牲 但现在 他们自己既不准备又全然不愿意做任何牺牲 一次徒劳的减轻公众不满的尝试随后发生 上演一幕可耻的活剧 是行政会下令逮捕了几个赤贫的人 拷打直到他们承认用魔鬼的粪便制成油膏涂抹在门栓上 而把瘟疫带进了城市 加尔文非但不轻蔑地驳斥这一鬼话 而且表现了十足的顽固性 他衷心支持这一中世纪的骗局 他甚至干得更绝 公开宣称 瘟疫传播者干尽了坏事 他在步道台上说 一个无神论者在光天化日之下 被魔鬼从床上拖出来投入罗纳河 加尔文注意到他的众多信徒 甚至不想掩饰他们的善效 在他的经历里 这是第一次得忍受这样的羞辱 无论如何 对加尔文一贯正确的信念 这一信念是每个独裁者维护权力的必须的哲学组成部分 在瘟疫流行期间已基本消失了 他回日内瓦时所受到的由衷欢迎 也已消失了 一种对抗精神 在扩大了的圈子里蔓延 但是 加尔文幸运的是 圈子扩大了 但仇恨没有集中起来 集中的往往是独裁统治的暂时优势 他足以保证独裁者的统治 一直持续到其积极的支持者们成为少数之后 这些支持者好斗的意志 表明他们本身是一个有组织的统一体 与此相对照 来自各方面 被不同动机激励者的意志 则很少成为一个集中的有效力量 不管怎么样 很多人只是受到了内在的 对独裁统治反叛精神的激励 他们有仇恨 但并不参加一个统一的行动 实行一个共同的计划 他们的造反是无用的 因此 从对独裁者权威第一次挑战的那时起 到他最后被推翻 通常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加尔文 他的宗教法庭 他的传教士 以及组成他支持者的大部分流亡者 代表着一个集团 一个有约束的意志 一般集中的和指导明确的力量 而敌手方面 则可能无计划的 从一切圈子和阶级 吸收人员 他们有些曾经是天主教徒 现在依然秘密地没守旧教 有些是旅店关门后 被赶出来的酒鬼 有些是不许他们 像往昔那样再涂脂抹粉的妇女 在另一方面 在对政权不满的人中间 有卓越的爱国家族的成员 他们被爆发户当权激怒 那些爆发户 在日内瓦立足几个月之后 竟然能够把最舒服 和最挣钱的位置弄到手 这一样 反对派虽然在数量上较多 由最高贵和最卑贱的分子所组成 但只要对政治现状不满的人 未能集结力量去追求一个理想 他们只能徒劳地抱怨 永远只是势能 而不能变为动能 这是一群暴民 却要对抗一支部队 这是无组织的 心怀不满的乌合之众 却要对抗有组织的恐怖 所以无法取得进展 在开始的几年里 加尔文发现很容易控制那些分散的团体 他们从来没有有力地联合起来反对他 使加尔文得以对他们各个击破 对于一个已经掌握权力的理论家来说 主要的危险来自一个提倡敌对理论的人物 加尔文 一个思路清晰 而且时刻保持着警觉的思想家 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他深深地害怕的唯一敌手 是那些在智力上和道德上 能和他分庭抗礼的人 他特别害怕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 此人以自由精神的热情 反对那独裁者精神上的暴政 在智力上和道德上 肯定超过了加尔文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一杰的声音演播的 斯维格小说 《异端的权力》 有一幅卡斯特利奥的画像流了下来 可惜画得不好 这是一张严肃的 有思想的脸 光秃的前额之下 一双白洋洋的眼睛 这就是像是所能说的一切了 这画像 没有能使我们洞察他性格的深处 但其人最基本的特征 他的自信和稳定 是正确无误地勾画下来了 如果我们把加尔文和卡斯特利奥的画像放在一起 就能看出 这两个人在精神领域方面 以及肉体方面 其对比是如此的明显 加尔文的容貌特点是极端紧张 表现了一种令人惊挛和病态的经历 急切地和无法管束地寻找发泄 卡斯特利奥的脸 温和且平静 前者狂怒烦躁 后者宁静 在两者的容貌上 我们看到了急躁与忍耐 热情冲动和持久的决心 以及狂热和仁慈 我们对卡斯特利奥的青年时代 和对他的画像一样 几乎一无所知 他生于1515年 比加尔文晚六年 生于瑞士、法国、萨弗伊公国 三国交界之处的多菲因 他的姓是卡推隆 卡特隆或卡他隆 根据萨弗伊公国的习惯 可能是卡斯台利红 或卡斯特利红 他的母语 与其说是意大利语 还不如说是法语 虽则 他两种语言都说得很流利 很快 他的拉丁语 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在20岁上 他进了里昂大学 在那里绝对精通了 拉丁语、希腊语和希布莱语 接着他也学会了德语 在所有的学术领域里 他的热情和他的运用能力 是这样的杰出 以致 人道主义者和神学家们 一致投票认为 他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 音乐吸引着他 他就是靠教音乐课 才开始挣得 菲薄的收入的 之后 他写了大量拉丁文的诗歌和散文 不久 解决当代问题的热情 又支配着他 那在他看来 比一个遥远的古典的过去 更为基本 如果我们把人道主义 当作一个历史现象 我们就会发现在其运动的早期 人道主义者 把他们的大部分注意力 集中在古希腊和罗马的著作上 而这现象 仅仅只是持续在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来到之间几十年中的 一个短暂而光荣的开花期 就在这短暂的时光 年轻人寻求来一个复兴 一个革新 认为那系统化的文化 将会挽救世界 不久以后 甚至对于 潜心经典学问的信徒们 对于他们这一代的领袖来说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他们已把那有价值的经历 浪费在详尽地禅述西塞罗 和修西德底斯的原文上去了 而当时 宗教革命已影响了上百万人 并且如森林的野火那样 蹂躏了德国 在大学里 关于旧教和新教的争论 比关于帕拉图和亚里斯多德还多 教授和学生们研究圣经 而不读罗马法全书 在以后的日子里 人们被政治的 国家的 或社会的运动所吸引 因此 在16世纪 欧洲所有的青年人 有不可抗拒的渴望 去思考和交谈 有关当时的宗教理想 去帮助这一伟大的运动 卡斯特利奥被同样的热情所支配 他个人的经验 为像他那样 一个人道气质的人定下了基调 在李昂 他第一次看到 把异端人物用火烧死 他的灵魂深处受到了震动 一方面是宗教法庭的残酷 另一方面是被牺牲者的勇气 从此以后 他决心 为新的教义 对他来说 必须包含极端的自由 而生活和斗争 无需赘述 从这一时刻起 就是说 当卡斯特利奥24岁时 决定拥护宗教改革的事业起 他的生命就在危险之中了 当一个国家或一种制度 用暴力压迫思想自由时 在那些 不能忍受暴力 对良心胜利的人们面前 只有三条道路 他们可以公开对抗 那恐怖政治而成为烈士 这是路易斯·德·伯奎因 和伊丁内·多莱特所选择的勇敢的道路 那导致他们走向火行柱 或者希望在保持内在自由的同时 又保全他们的生命 那些对政治现状不满的人 在表面上可以屈服 却把他们的私人意见隐瞒 或者伪装起来 那是伊拉兹马斯和拉伯雷的方法 他们表面上 同教会和国家保持和平 穿上小丑的彩衣 戴上傻子的帽子 灵巧地避开他们敌手的武器 同时 从一个埋伏处射出毒箭 像奥德赛那样 用狡诈来欺骗那些残暴的野兽 第三个对策是成为流亡者 努力把他享有的内在自由带出国家 在国内自由遭到了残害和藐视 到一个自由能够不受阻碍的 繁荣的外国的土地去 卡斯特利奥正直但柔顺的秉性 使他选择了和平的道路 在1540年春季 就在看到几个早期的新教烈士被烧死后 他离开里昂 成为一个传教士 为新教做教育工作 他守图到斯特拉斯堡 像大部分宗教流亡者一样 是为了加尔文 由于加尔文在他原理的续文中 曾大胆地向法朗西斯一世挑战 要求宗教宽容和允许信仰自由 虽然作者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 却被受到激励的法国青年 当作一个先驱和福音派教义的棋手 流亡者们 像加尔文一样被迫害 希望向加尔文学习 怎样更好地表达他们的要求 怎样更明确地安排他们的道路 怎样完成他们终生的事业 作为一个信徒 而且是一个热忱的信徒 卡斯特里奥自己对于自由的热忱 使他把加尔文当作是精神自由的提倡者 卡斯特里奥急忙地到斯特拉斯堡访问加尔文 在后者的妻子在城里为未来新教义的传教上 而造的招待所里住了一星期 然而预期的亲近未能立即开始 因为加尔文很快被招到沃尔姆斯和哈根纳市行政会 这样在第一次会面 双方都没有得意 但不久就清楚了 卡斯特里奥给加尔文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 在后者被重新召回日内瓦不久 通过法里尔的推荐 毫无疑问 也得到加尔文的完全同意 那年轻的法国或萨弗伊公国的学者 受聘成了日内瓦学院的教师 卡斯特里奥被授予的职位是院长 两个助理教师由他直接指导 还委托他到日内瓦郊区的温多华教堂传教 卡斯特里奥证明他是值得信任的 他的教学活动获得了了不起的成功 为了促进拉丁文学习 使之更有吸引力 卡斯特里奥用拉丁文和法文翻译 并重写了旧约和新约最生动的段落 不久 一本原先是为日内瓦年轻人编的 难题解答入门的小册子 成为世界上很有名气的一本书 它在文学和教育学上的影响 只有伊拉兹马斯的谈话才能比拟 几世纪来 小册子一版再版 至少印了46版 通过此书 许多学生学到了经典拉丁文的要素 虽然在卡斯特里奥人道主义的努力中 小册子不过是一个副产品 一个偶然的产品 但还是亏了这本书 使卡斯特里奥成为一个知名人物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一杰的声音演播的 茨维格小说 《异端的权力》 卡斯特里奥的报复 是比写一本公小学生读的 合适实用的小册子更高的目标 他没有把他的经历和学问 浪费在那种小事上面 而放弃他所熟识的那种人道主义 那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目标高尚 他要重复并超出 伊拉兹马斯和路德崇高的事业 他决定 至少要把全部圣经 翻译成拉丁文 然后再译成法文 他自己的人民 法国的人民 将得到全部的真理 正向人道主义者和德国社会 通过伊拉兹马斯和路德创造的意志 接受了全部的真理那样 卡斯特里奥 以独特的坚韧和沉着的自信 着手这巨大的工作 欺负一息 他工作到深夜 虽然在白天 他要为菲薄的收入而辛苦工作 以养家糊口 就这样 他致力于实现他的计划 对此 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但在一开头 卡斯特里奥就遇到了决定性的对抗 在一个日内瓦的书上 答应印他的圣经 拉丁文译本的第一部分 但加尔文 但加尔文既是日内瓦心理上的和精神事物方面的独裁者 又是日内瓦至高五上的独裁者 在城墙范围之内没有他的出版许可 不准印输 审查制度 必然是独裁统治的姊妹 卡斯特里奥访问了加尔文 这是一个神学家 为得到他同僚的许可 而扣另一个神学家的门 但是 具有独裁性格的人 总是只看到他们的权力意志 很不痛快地成为这样那样独立思想的人的讽刺对象 加尔文的直觉反应是很不高兴 他好不容易才没有露出韵色 加尔文曾为一个亲戚所义的圣经法文译本写过序言 承认这个翻译本有几分像亲定的拉丁文圣经 即经官方合法批准的方言新教圣经 现在这个人何等放肆 竟不承认经加尔文批准 并且是他的共同作者的译本 是唯一亲定的法文译本 卡斯特里奥实际上把它搁在一边 而提出了他自己的新译本 加尔文在给弗莱特的信中 对那位资历较前者的冒失十分烦躁 刚听了塞巴斯蒂安荒谬的计划 使我又好笑又好气 三天之前他来看我 要求让他翻译的新约出版 这冷酷的腔调表明 加尔文对卡斯特利奥的竞争耿耿于怀 事实上加尔文拒绝无条件地 给卡斯特利奥出版许可 他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 即让他先读一本 对他认为是出于私利的部分 做出修改后才准语发给许可 卡斯特利奥的性格毫不自负 他从来不像加尔文经常做的那样 宣称自己的意见是唯一正确的 他对事情的看法是没有缺点和无可争辩的 卡斯特利奥后来为这一本所写的序 是科学和通情达理的范例 他坦率地承认 他并不全部了解圣经的章解 因此提醒读者 不要过分相信他 卡斯特利奥的一本 《圣经》是一部晦涩难解的书 充满了矛盾 这新一本的作者所能提供的 不过是一种解释 而不是毫无疑义的实事 但是 虽然卡斯特利奥能用谦逊的态度 仔细思考他自己的工作 他仍把个人独立看作无价之宝 他知道 作为一个希伯来语言学家 一个希腊语言学家 一个有学问的人 他并不逊于加尔文 因而 他必然把这 选须的检查制度 以及根据独裁的要求 去加工提高 看作是背离 在一个自由的共和国里 学者和学者 神学家与神学家 应当平起平坐 他不想作为学生 屈居在加尔文之下 或者允许他的著作 像学校教师批改练习部那样 被蓝铅笔删改 他希望找一条摆脱窘境的路 而不开罪于 他非常尊敬的加尔文 他愿意在加尔文 认为合适的任何时间 去为他朗读原稿 并宣称 他准备尽一切可能 从加尔文的忠告和建议中得意 但是 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 加尔文反对协商或妥协 他不提建议 只是命令 他直接了当地拒绝了 卡斯特利奥的建议 我告诉他 即使答应给我一百个克朗 我也绝不准备保证 定一个时间 同他进行讨论 那可能光为一个单词 就得花两个小时去争论 因此 他在受辱后离去 第一次交锋开始了 加尔文认识到 卡斯特利奥在精神和宗教事实上 不会不致异词而屈服 在装模作样的礼节后面 他意识到 这一具独立思想的人 是一切独裁 永无休止的敌手 从这一刻起 加尔文决定 要抓住第一个机会 赶走那只 为自己的良心服务 而不服从别人命令的人 如果可能 必须将卡斯特利奥驱逐出日内瓦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加尔文 无需等很久了 卡斯特利奥家庭负担重 学院付给的 菲薄薪水 老是不够开支 他渴望得到一项 合适而收入较高的 上帝旨意传道者的位置 那从他逃离里昂那一天起 他的主要的目标 便是成为 圣经教义的仆人和辩护士 在温多华教堂传道的几个月里 这位卓越的神学家 没有遭到过非难 在日内瓦 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出 比任命卡斯特利奥 为新教传教士的成员 更合理的主张了 实际上 任命卡斯特利奥 得到了城市当局的支持 1543年12月15日 他们通过一项 一致同意的决议 大意是 由于塞巴斯蒂安 是一位有学问的人 非常适合作为教会的仆人 我们特此明令聘用 但城市当局 没有把加尔文考虑在内 不是吗 没有把此事提交给最高一级的传教士 他们就大胆任用卡斯特利奥 这样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人 这不会给加尔文添麻烦吗 鉴于这次任命了一个传教士 为宗教法庭的成员 更是如此 加尔文立即反对 在给法里尔的信里 他以阴险的语言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有重要的理由反对这一任命 对市行政会 我只暗示了这些理由 而没有公开地进行解释 与此同时 为了防止误解 我注意不攻坚他的名誉 希望保护他 当我们读到这些阴险和神秘的话时 疑团在头脑里油然而生 我们怎么能不那么想 卡斯特利奥一定有什么隐私 这个人犯过什么错误 不配做一个高贵的传教士 加尔文一定知道他的某些污点 但为了保护卡斯特利奥 希望用基督教仁慈的幕布 将其隐瞒的罪行呢 他穿越边境时受了会 他同荡妇拼居了 在迄今为止 仍一无瑕疵的名誉后面 又有了什么隐私呢 显然 加尔文通过散布 摩棱两可的怀疑空气 迫使卡斯特利奥投降 对一个人的名誉来说 没有再比用保护 这样一个摩棱两可的词 更为糟糕的了 然而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 不希望被保护 他的良心洁白无瑕 当霍西他争取得到任命的努力失败后 他就把事情抖了出来 他坚持加尔文 必须在市行政会面前 公开宣布拒绝任命他为传教士的原因 现在 加尔文被迫摊牌 他必须宣布卡斯特利奥神秘的罪行 是什么才行 有了 这一罪行 加尔文曾经那样巧妙地密而不宣 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在卡斯特利奥所翻译的圣经译文中 有两段和加尔文的有些不同 首先是卡斯特利奥曾宣称 所罗门的歌不是神圣的 而是一首不圣洁的诗 舒密拉的赞美诗 是世俗情诗的一部分 她的良辱 好像一对小鹿 就是母乳双生的 这完全不是一种 给宗教以荣耀的隐喻 第二个偏离 同样属于细致末节 卡斯特利奥对耶稣降入地狱的解释 和加尔文见解有所不同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一杰的声音演播的 茨维格小说 异端的权力 看来 宽宏大量的 加以隐瞒的卡斯特利奥的罪行 是那样的无关红旨 而卡斯特利奥 就是因为这一罪行 而被拒绝任命为传教士的 但这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因为对加尔文这样的人来说 在教义领域内 并没有什么无关红旨的事情 由于在教会中 已建立起至高无上的 由他独揽大权的统一体 以他的刻板的气质而言 一个表面上微不足道的偏离 其危险的程度 不比一个严重的错误为轻 在加尔文 用始终如一的路线 建立起来的罗纪大厦里 每一石块 每一小碎片 一定要整齐地 安在一定的位置上 这正像在政治生活中 在习惯法和法律方面 同样的也在宗教圈子里 原则上 加尔文反对任何一种自由一样 如果他的教会 要继续存在下去 一定要从基层 直到最高领导阶层 都保持独裁统治 在他的自治城里 绝不允许任何人 拒绝承认他至高无上的领导 或对自由抱有热望 因此 市政会传令 卡斯特里奥和加尔文 进行公开辩论 并在会上提出 各自意见的文件证明 此举是白操了心 我不能老是重复说 加尔文只希望教育别人 从来不愿开会让别人教育他 他拒绝同任何人讨论事情 他指下命令 在他第一次为这事情发言时 他要求卡斯特里奥 要回到我们的思路上来 警告他不要 相信他自己的判断 而与教会的基本实体相对抗 卡斯特里奥和加尔文 一样忠实于信念 对卡斯特里奥来说 良心上的自由 是人类至高无上的 精神上的善 为了这自由 他准备付出任何世俗的代价 他知道 他只要在这两项 无关红纸的问题上 制胜了加尔文 在宗教法庭上 他就十分有力 卡斯特里奥 以不屈不挠的独立精神答复说 没有什么可以诱使他 做出无法履行的允诺 因为这一允诺 会使他做出 无视良心的行为来 因此 让卡斯特里奥和加尔文 公开进行一次辩论 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在非常的时刻 这两个在宗教事务上 要求完全自由的人物发现 他们各自代表的自由宗教改革 和正统宗教改革 就要撞车了 在和卡斯特里奥 进行了一场 聋子对话式的争执以后 加尔文在一篇文章中 为自己辩护说 就我们的对话 我能做出的判断是 他对我的成见如此之深 以至于我难以相信 我们能够互相了解 卡斯特里奥对加尔文 有什么成见呢 加尔文披露说 塞巴斯蒂安总以为我渴望统治 说实在的 没有比实际情况 更讹要更清楚的了 两年来 卡斯特里奥所知道 只不过是别人 所早已知道了的 那就是说 由于加尔文暴虐的冲动 在日内瓦 只容得一个人的意见 即他自己的意见 就是说 除了被其之类的追随者外 没有人能够 在他精神影响的圈子里生活 并准备在教义的每一方面 都让加尔文领导 现在 卡斯特里奥再也不能呼吸 这样窒息的空气 不能忍受这样的精神高压统治了 他从法国流亡 躲避天主教的宗教法庭 不是为了让自己服从于 一个新的基督教的控制和监督 他抛弃古老的教条 不是为了成为一个新教条的奴隶 加尔文把福音书当作僵硬的 系统化的合法法典 而对卡斯特里奥来说 耶稣是人类中最有人性的 是伦理学上的一个典范 每一基督教徒应根据自己的方法予以仿效 并用理性之光谦卑地加以禅明 这绝不意味着某人提出的某种新的解释 就是独家掌握的真理 卡斯特里奥只能愤慨地注意到 日内瓦的那群传教士 以傲慢的自信 亦述上帝的旨意 就好像他们只懂这样的语言似的 卡斯特里奥被那些人如此固执己见 如此娇恒 并继续不断地坚持他们的召唤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而所有其他的人 则是可怜的罪人的说法所激怒 在一次公开的会议 他对他们的意见做出评论 在所有事情上 均批准自己为上帝的代理人 并乐此不疲 卡斯特里奥站起来请求上帝的使者们 遵守这样一个检讨的结果 不要审问、惩罚、谋杀 那些和他们意见不同的人 不幸的是 我们只能通过加尔文所编辑的一本评论集 来猜测卡斯特里奥的原话 而加尔文是只要篡改原话 能占敌手的上风 就毫不迟疑地会这样去做的 他甚至不借篡改圣书 但即使从加尔文抱有偏见的描述中 我们仍能推断出 卡斯特里奥曾公开声明说 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在内 都难免要犯错误 保罗是上帝的一个仆人 而我们只为我们自己服务 保罗是有耐心的 而我们极端缺乏耐心 别人不公平地折磨保罗 而我们迫害无辜 加尔文出席了这次会议 看来卡斯特里奥的猛烈攻击 使他大为惊诧 如果他是一个像路德那样激动 和自信的爱争论的人 他会迅计做出猛烈的回答 而像伊拉兹马斯这样的人道主义者 则很可能会进行学术上的争辩 当然不会太激动 但加尔文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 一个有策略和讲实际的人 一个知道怎样克制自己的人 他能注意到卡斯特里奥发言 对那些出席会议的人 有何等强烈的印象 意识到在当时进行反击是不合适的 因此他不反驳 只把拨嘴唇闭得更紧 当时我保持平静 当为他出奇的自我克制解嘲时 他说 我只是为了避免在许多外面人的面前 开始一场激烈的讨论 后来 他在比较亲近的圈子里说了些什么 他会详细地 人对人 观点对观点 叙述他和卡斯特里奥的不同吗 他会把卡斯特里奥传到宗教法庭 向他的敌手提出挑战 用有姓名有事实的文件 加以全面的控告吗 全然不会 在政治事务上 加尔文从来不愿走直路 对于他来说 敌对批评的每一常识 都代表了比神学上的意见分歧更大的事 这是对国家的一项罪行 构成了犯罪 现在 必须要以世俗的武力来对付犯罪了 卡斯特里奥并没有被传到宗教法庭 而是被传到世俗的权威之前 一件道德上的争执 变成了惩戒性的程序 在提交给日内瓦市行政会的控告中 加尔文写道 卡斯特里奥破坏牧师的威望 市行政会不愿意考虑这一问题 传教士们不爱吵架 我们不能不认为世俗当局对宗教法庭 篡权一事是不安的 委员们把决议拖延了一段时间 最后的判决模棱两可 卡斯特里奥受到训斥 但未处分 未被除名 但提名他为温多华传教士的活动 在另行通知之前暂行停止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一杰的声音演播的 斯维格的小说 《异端的权力》 这样一个不冷不热的惩戒 有人可能认为 足以使卡斯特里奥满足了 但他另有主意 这一件事只不过加强了 他先前的想法 在像加尔文那样的一个 暴君的独裁统治之下 日内瓦就不会有自由精神 因此 他请求市行政会解除他的职务 他通过第一次尝试 使用力量和研究他敌手的策略 学到了足够多的东西 他知道 政治党徒用砖横对待真理 他们想使真理 为他们的政策服务 卡斯特里奥清楚地预见到 他坦率果断地拒绝高位显值 只能使他的敌人散布谎言蜚语 说卡斯特里奥失去官职的原因 是由于某种不端的行为 因此 在离开日内瓦之前 卡斯特里奥 请求得到一份 有关这事件的书面报告 加尔文别无选择 只好在报告上签名 这份报告 显仍存巴塞尔图书馆 国家文件档案中 在那儿 我们读到之所以拒绝任命 卡斯特里奥为传教士 仅仅只是因为两项 无关红纸的神学上的分歧 报告最后部分的原文如下 没有人可对塞巴斯蒂安 卡斯特里奥离职的原因 网加猜测 我们全体宣布 他是自愿辞去学院院长职务的 直到最后 他是如此圆满地完成了职责 我们认为 他值得成为我们传教士的一员 即使最后的人事安排并非如此 这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发现 卡斯特里奥有任何不端行为 而仅仅是为了上述原因 加尔文当然还是得到了胜利 从日内瓦勾销了 那唯一能站出来反对他的人 但毋庸置疑 这胜利是付出极大代价才得到的 卡斯特里奥极浮人望 许多人把他的离去当作本城的一大损失 公众的舆论认为 加尔文大大冤枉了卡斯特里奥老爷 整个人道主义者世界普遍认为 加尔文在日内瓦谁也不容 只容得对他的所有意见唯唯诺诺的人 200年以后 福尔泰把对卡斯特里奥的镇压 作为证明加尔文内心思想态度的决定性的证据 我们能够根据卡斯特里奥揭露加尔文迫害的实力中 衡量这专制暴君的恶毒 虽然卡斯特里奥是远比加尔文伟大的学者 是加尔文的妒忌把他逐出了日内瓦 加尔文的本性对批评过分敏感 他很快就意识到民意是反对他的 普遍认为他应对卡斯特里奥的下台负责 他刚达到了他的目的 成功地把那唯一具独立思想的人 直接逐出了日内瓦 就意识到自己得为卡斯特里奥 目前的贫困和苦难负责 他因此感到不安 实际上 卡斯特里奥的离职决定 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做出的 作为加尔文 从政治上说起来 此人是瑞士最强有力的新教徒的对手 卡斯特里奥不可能指望 很快就接到改革教会的另行任命 他鲁莽地离职决定 使他处于赤贫状态 这一层任日内瓦宗教改革学院院长的人 被迫为乞讨口粮挨护奔走 加尔文是够聪明的 他意识到 当一个被击败的对手 明显地处于贫困状态时 就会铤而走险 现在 卡斯特里奥 已不再在他旁边使他恼火了 因此 加尔文想为那被追猎的人 留一条退路 在这个时候 他想必花了很多的时间 一封信接一封信地为自己开脱 他称 为了替卡斯特利奥那个穷小子 某一个合适的职位 他找了许许多多的麻烦 卡斯特利奥为什么穷苦 那还不是加尔文的过错 我希望能从什么地方借到一笔足够的贷款 我将尽一切力量铸成此事 但卡斯特利奥不像加尔文所希望的那样保持沉默 他告诉所有的人 由于加尔文的砖横跋扈 他被迫离开了日内瓦 这就触到了加尔文的痛处 因为加尔文从来不公开承认 他自己是一个独裁者 他总是形容他自己是一个谦卑公顺的 完成人们分派给他困难工作的人 加尔文写信给他朋友们时的口气 很快就变了 他不负同情卡斯特利奥了 如果你知道这情况就好了 他写信给人说 这杂种狗 我指的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 冲着我狂吠乱叫 他称他是被我的专制暴虐逐出公职的 他称我希望做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在几个月之内 就是这样一个被加尔文形容为 购得上担任上帝仆人神圣植物的人 成了一只野兽 一条杂种狗 这只不过因为卡斯特利奥 宁愿受极端的贫穷 也不愿出卖自己 不愿因为赠予牧师的俸禄而见口 这一英勇地受穷 自愿受难的行为 在卡斯特利奥同时代的人中间 引起了敬佩 蒙田说过 像卡斯特利奥这样 做过那么多好事的人 会落在那万恶的时代里 实在可叹 那法国随笔作家接着说 有很多人如果及时知道 卡斯特利奥匮乏的话 毫无问题 他们会乐于帮助他的 蒙田太自信了 没有人对卡斯特利奥 最低限度的需求 帮过一点忙 年复一年 这一被逐出职位的人 得不到与他的卓越的学问 道德相配的位置 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一所大学光顾过他 没有向他提供过 一个传教士的职位 因为在政治上 瑞士各城市 对加尔文的依赖已如此之大 以至于没有一个人感冒风险 而向日内瓦独裁者的对手 夹以援手 无论如何 这个被追猎的人 仍可在巴塞尔的奥伯林印刷所 当一个低级教队员 以挣得匪薄的收入 可是这职业并不是正式的 不足以养活妻子和孩子们 也不足以养活他自己 为了抚养一群赡养者 数目是六或八人 卡斯特里奥加班当私人教师 多年的匮乏使他心力交瘁 他不得不忍受着这一切 直到最后 巴塞尔大学给予这一有百科全书之称的人 一个希腊文读经人的位置 但这一读经的位置 荣誉性质大于赚钱 远远不能使卡斯特里奥 从无休止的苦意中解放出来 年复一年 生命延续着 这伟大的学者 很多人视他为当时最伟大的学者 得做故宫的活 他在巴塞尔郊区用手铲土 因为他的日常工作不足以糊口 卡斯特里奥中叶物作教样 为别人的文章润色 翻译多种外文资料 我们计算了一下 他为巴塞尔印书商 从希腊文、希伯来文、拉丁文、意大利文和德文 翻译过数千页的资料 这一切仅仅是为了挣得每天的面包 由于这些年的去值 他衰弱的、过分敏感的身体被搞坏了 但他独立的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从来没有被削弱过 因为在艰苦的劳动中 卡斯特里奥从来没有忘记他真正的任务 他不屈不挠地继续他终身的事业 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和法文 一有空暇 他就组织争辩 写评论文章 交换意见 他没有一天、没有一夜 不坚持艰苦的工作 他从来不知道旅游的欢乐 消遣的欢心 甚至不知道名誉、财富等世俗的报酬 他宁愿接受无休止贫困的苦味 宁愿丧失睡眠的机会 他不愿对他的良心不忠实 这样 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神英雄的灿烂的典范 这个人 虽然没有被世界看到 虽然在黑暗中被遗忘 但仍然为了他视作神圣而又神圣的事业 言论的不可侵犯 意志的不可破坏而斗争 卡斯特里奥和加尔文之间的决斗还没有开始 但两个人、两种思想 已互相对峙着 每一方都认为对方是不妥协的对手 他们不能在同一城市、同一精神领域 共同生活一天 虽然实际上他们是分开的 一个在巴塞尔 一个在日内瓦 但他们彼此密切地注意着 卡斯特里奥没有忘记加尔文 加尔文也没有忘记卡斯特里奥 他们彼此坚口不严 但那只是暂时地等待 等待说出那决定性的话 这样的对立 要比仅仅意见不同更进一步 那是一种哲学同另一种哲学的根本接仇 永远不能达成协议 在独裁统治的阴影之下 是永远不可能有自由自在的精神自主的 而对一个独裁统治来说 只要在他势力范围内 有一种独立思想 他就永远不能无忧无虑和充满自信 当然 从潜在的紧张到激化 还需要一些特殊的原因 直到加尔文燃起火把 烧死了塞维特斯 卡斯特里奥 现在是骨梗在喉 意图为快乐 只有当加尔文 向每一个精神是自由的人宣战时 卡斯特里奥 才以良心自由的名义 宣布对加尔文做生死的搏斗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一杰的声音演播的 茨维格小说 《异端的权力》 第四章 塞维特斯事件 有时候 历史看来 像是从成百万人中间 挑选出一个杰出的人物 让他代表某些特殊的哲学观点 这样的人 无需是一个第一流天才 命运往往满足于 凭机缘 使某一个名字 在大庭广众中展露头角 而打从那时以后 这个名字就会根深蒂固地印在我们民族的记忆里 米规尔塞维特斯不是一个有超人智力的人 但他的个性 由于他可怕的命运 使人永远铭记着他 他有许多天赋 多种多样的才能 但他们却杂乱无章地编排在一起 他有一个有力 机密好奇而顽固的头脑 但很容易从一个问题 由于到另一个问题 他要求把真理公主于众的强烈愿望 常由于缺乏清晰的创造力而减弱 虽然他无书不读 但他那服侍得势的智力 使得他无法彻底了解任何一门科学 他徘徊于哲学、医学和神学之间 常常以其大胆的言论 使读者眼花缭乱 但玄迹又失职于自诩 有一次在他先知识的启示中 他做了一个开拓性的观察 宣布一项肺循环的医学发现 他从不费心去利用他的发现 或追踪他与世界上科学成就之间的关系 他浮夸的见识 是照在他那个世纪 黑暗外表的昙花一现的微光 他的智力充满了活力 然而他不能跟随他自己的光亮 因为唯有通过持久的努力 去追求一个目标 才能够把一个能干的人物 转变成为创造性的天才 每一个西班牙人都有一个唐纪科德的性格 这句话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 这一评论当然也可极妙地应用于 米归尔塞维特斯 这阿拉贡国人 他的身体瘦弱 脸色苍白 加上一把修剪的笔尖的胡子 因此在外表上 很像那又高又瘦的拉曼查英雄 指唐纪科德 在内心里 他全然进淫于唐纪科德的光辉 而怪诞的热望之中 为了荒唐行为去战斗 盲目地冲刺那现实的风车 他完全缺乏自我批评的能力 经常从事或相信他自己的新发明 这神学上的游侠 手持长矛 纵其向所有可能的障碍猛冲 只有冒险 只有荒唐 反常和危险才能使他激动 他好斗地 同他意见不同的人 互相攻击 一定是非 他从不参与某个党派 也不属于某个小集团 他永恒的孤寂 对善的憧憬 对恶的想象 总是独一无二 和稀奇古怪的 这样一个自高自大 只高气扬 永远准备战斗的人物 所到之处 他必然会四处树敌 他的学生时代 先在西班牙的 萨拉哥萨 后在法国的图卢兹 还是比较平静的 在图卢兹 他结识了查尔斯武士的 忏悔神父 后者任命他为私人秘书 将他带到意大利 之后又带他到 奥格斯堡议会 在那儿 这年轻的人道主义者 就像当时大多数人一样 只要涉及到那场宗教大辩论 就被压倒的热情所征服 老教义和新教义之间的斗争 对他起了发酵的作用 在那边一切都是好斗的 而这一好争论的家伙 一定像别的人一样好斗 那边有这么多的人 急于要改革教会 他一定也在其中插了一手 他急切又热衷 他考虑到 先前发生的 与古老教会的教导和解释的 每次背离都是胆小的 模棱两可的 和非决定性的 在他看来 甚至那些能干的改革者 如路德 斯文格利和加尔文 在清洗福音书方面 都不够革命 因为他们没有打破 三位一体的教条 塞维特斯 以其青年不妥协的精神 在二十岁时就宣布说 尼加市行政会的决定 是错误的 三个永恒的基督人格的教条 是同神圣性质的统一体 水火不容的 在宗教骚动的潮流 正在高涨的时代 这样一个极尽的观点 并无惊人之处 那时 对所有价值 正重新做出估价 对所有法律 正重新进行阐述 人们要求 有权打破传统 有权独立思考 灾难在于 它从好争吵的神学家们 所继承到的 不光是他们的好争吵 而是他们最坏的品质 盲目地 死抠教条的争论不休 他急于向宗教改革的领袖们表明 他们对基督教教义 所进行的改造 是完全不合适的 而只有他 米规尔塞维特斯 一个人才认识真理 他立即去拜访当代最伟大的学者 斯拉拉斯堡的马丁布塞和凯碧图 巴塞尔的奥伊科伦巴图斯 在提到基督教教会时 他竭力主张 他们迅速解决错误的三位一体教条 当一个西班牙的生手 精力充沛 但却带有歇斯底里的气质 闯入这些尊贵的和老恋的传教师们 和教授们的屋子 坚持他们立即修改自己的观点 并毫不愁愁地采取他革命的论点时 读者能够想象到他们的愤怒和憎恶了 他们觉得好像魔鬼本人 派来了他的一个奴隶 他们就在身上画十字 驱除这狂热的异端妖魔 奥伊伦巴图斯 就像赶走一条疯狗那样 把他赶走 称他是一个犹太人 突厥人 无神论者 和一个入了魔的人 顾塞从他的步道台上 谴责塞维特斯是一个魔鬼的孩子 资文革利公开警告他的信徒们 反对着罪恶的西班牙人 他虚伪和邪恶的教条 如任其得逞 将横扫我们整个基督教 然而正像凌辱和暴力 医治不了拉曼查骑士的错觉一样 这唐吉科德式的神学家 就是听不进别人的论点 也不愿受到别人的训斥 如果领袖们不能了解他 如果聪明的人 谨慎的人 不愿在他们的书斋里 听取他的意见 他一定要在大庭广众中间 开展他的战意 整个基督教世界 将读到他的论文 他要印一本书 在22岁时 塞维特斯倾其所续 初前在哈根纳 印了一本反映他观点的书 三位一体的错误 书籍登记第七号 1531年 随即发生了风暴 布塞毫不愁愁地说 那流氓应受到 把肠子从他的身体里 活活抽出的惩罚 从那以后 整个基督教世界 都把塞维特斯当作一个 不折不扣的魔鬼使者 无需赘述 当一个人采取了 这样的一种挑衅态度 当凭一个人称 天主教和新教的教义 都是虚伪的 他就不复能在 基督教徒中间 找到落脚的场所 找到一个栖身之处了 从塞维特斯犯了信奉 不信耶稣为神的 异端之罪那天起 他就像野兽一样 被人冷酷无情地追猎着 除从台上消失 和采用化名外 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救他 因为他已声名狼藉了 因此他回到法国 化名米歇尔德·维伦奴 用这个假名字 在里昂特里许塞尔兄弟 印刷公司 弄到一个教队员的位置 在这新的生活圈子里 他那外行的 然而有丰富想象力的见解 使他立即找到新的刺激 并有可能和其他人进行辩论 在教对普图莱迈斯 所著的地理艺书的教样时 塞维特斯夜以继日地发奋用功 以使自己成为一个专业的地理学家 还为此写了一个详细的前言 和以前那次一样 当他教对医学的教样时 他灵活的头脑就又变成一个医生了 不久以后 他竟然专心于医学学习 为此目的 他移居巴黎 在凡萨鲁斯附近做解剖标本 做解剖学学术报告 但这个没有耐心的人 像以前在神学领域一样 在完成了学业 取得了医学学术之后 就开始教学生 并试图胜过他的竞争者们 接着 他宣布 他将在巴黎的医学院里 开课讲数学、气象学、天文学和星战学 在大学里的医生们 被这星战学和医学的大杂会激怒了 他们对他的自我吹嘘不以为然 地方当局也冷落塞维特斯·维鲁努佛斯 有人向巴黎议会控告 他用司法星战学这门 受到教会和世俗法律两面加工的学科 搞捣乱 在查明米歇尔·德·维伦努 即被通缉的 异端米歸尔·塞维特斯之前 他只得再次亡命 维伦努佛斯这个教员 不引人注意地离开了巴黎 正像神学家塞维特斯以前离开德国一样 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他的消息 当他再次突然出现时 他有了新的身份 谁会怀疑维也纳的大主教 皮埃尔·保尔·麦耶聘请的常任医官 曾经作为一个异端亡命他乡 并被巴黎议会判为骗子呢 不管怎么样 米歇尔·德·维伦努 还是谨慎小心 他避免在维也纳发表异端的论点 他受屈后变得沉默寡言 他尽量不惹人注目 他上门治愈了许多病人 颇赚了一大笔钱 当他外出散步 窃后富裕的维也纳市民时 他们以西班牙式的礼仪 向米歇尔·德·维伦努大夫 显赫的大主教的常任医官致敬 一个多么出众虔诚 有学问和谦逊的人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节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一杰的声音演播的 茨维格小说 异端的权力 说实在的 这个热情而没有耐心的 西班牙人的极端异端的思想 并没有寿中正寝 米歸尔·塞维特斯 过去那种好寻根究底的 和不知疲倦的脾气 依然在激励着他 当一个人老是存有某种念头时 他就像是在发高烧一样 他的思想充满了无限的活力 他寻求着发展和自由 每一个思想家 一代时机成熟 他的主要思想 便不可避免地要寻找出口 其事就像扎刺寻找 从化浓的手指上流出去 因而从母亲的子宫里寻求分娩 膨胀的果子寻求脱壳而出一样 不可阻挡 像塞维特斯那样一个热情和过分自信的人 终究不会容忍他独家所有的指导性思想受到压制 他有一种推动世界 同他一起思想的不可抑制的热望 对于他来说 看到新教领袖们 继续在传播他认为是错误的教条 如婴儿受洗和三位一体 是一种经常性的折磨 基督教徒怎能继续被反基督的错误毒害呢 为了真正的信仰而直率地宣布他的使命 这难道不是他的责任吗 我们不能不认为 在那被迫见口的年月里 塞维特斯看来精神上备受了痛苦 没出口的语言在他心里翻滚着 作为一个亡命之徒 作为一个安全就是一切的人 他得不让看到 他被迫保持揭没 塞维特斯最后决定 找一个同情者通信 以求进行智力上的对话 因为在他目前的住所里 他不能貌合任何人当面讨论神学信念的危险 他只能用文字秘密地进行讨论 塞维特斯的灾难在于 他盲目地选中加尔文作为他信得过的神学家 他希望这勇敢和革命的革新者 愿意赞同更大胆地对圣经进行解释 在结交加尔文方面 塞维特斯也许只是在和一个老朋友叙旧 恢复很久以前早应开始的对话 在大学时代 他们肯定在巴黎碰到过 但是直到加尔文成为日内瓦的主人 米歇尔德·维伦奴成为维也纳大主教的常任医官以后 他们才通过约翰·弗莱朗 李昂的学者和印刷商作为中间人开始通信 塞维特斯先写信 他迫切地喋喋不休地向加尔文提出要求 希望他反三位一体的论点 赢得这最卓越的宗教改革神学家的支持 一开始 加尔文复信的口气像是在改正错误的信条 加尔文自信 他的责任是把迷途者引上正途 把迷途的羊引入羊栏 加尔文尽最大的努力使塞维特斯认识错误 但到最后 他被塞维特斯所使用的傲慢和放肆的口气激怒了 塞维特斯自信地写信给加尔文 那固执几件稍有抵触就动辄发火的独裁者 我已一再向你解释过 你因无视三个神圣的实质问题的巨大不同而走上了错路 这就触及了一个危险的魔鬼的痛处 最后塞维特斯竟胆敢送给那著名的作者一本《基督教原理》 那西班牙人好像学校里的教员对付小学生的作文一样 在书页的空白处标出他认为是错误之处 不难理解那日内瓦的独裁者 对一个业余神学家的如此狂妄 会怎样愤怒了 塞维特斯摄取了我的著作 用辱骂性的评论玷污了他 很像是一条狗叼了一块石头啃个没完 加尔文如此轻蔑地写信给他的朋友法里尔 为什么他要浪费他的时间 同这样一个无可要救的白痴争辩呢 他一脚踢开塞维特斯的论点 摆脱了他 那家伙的话就像驴鸣 对此为盖智若罔文 这不走运的唐吉科德 在为时还不太晚的时候 不是察觉到在同刺满的装甲者对抗 却重新发动进攻 他手持长矛冲刺 加尔文不想同他打交道 但塞维特斯所相信的 偏偏是这个人而不是别人 用加尔文的话来说 塞维特斯看来已入了魔 塞维特斯不是把加尔文当作最讨厌的 最可能的敌手而避开他 却把他自己尚未出版的著作 一本神学书的教样送给了加尔文 正是这本书的题目就足以激怒加尔文 因为塞维特斯书的名字是基督教的恢复 他为了向全世界表明 一定要用恢复来抗议加尔文的原理 加尔文这病态的好争论的人 渴望要塞维特斯改变信仰 那西班牙人的纠缠不休 现在也实在太过分了 加尔文写信通知 介绍他俩通信的中间人 书商弗莱朗说他 加尔文的时间很宝贵 没有工夫读这样一个 妄自尊大的白痴的信 同时他写下后来证明 是十分重要的一段话 他写信给法里尔 塞维特斯最近写信给我 除此之外 他还破口大骂我 他的信继续以难以置信的放肆 说我将会发现一些了不起的 和迄今为止闻所未闻的事 他说如果我允许的话 他准备来这儿 但我不能向他提供这样的保证 如果他真的来了 只要我还在这城里掌权 就误使他不能活着离开 我们不知道究竟是 塞维特斯得知这一威胁 还是加尔文在一封一丢失的信里 可能给了他一个含蓄的警告 看来那西班牙人在最后一定认识到他 以激惹起加尔文杀气腾腾的仇恨精神 他第一次为他曾经送给加尔文盖了绝密章的手稿而不安 这一文件已落在一个公开表示仇恨的人的手中 因而可能证实是灾难性的 在惊慌之余 塞维特斯写信给加尔文说 因为你已经发表意见说我是撒旦 我就不打算再说什么了 把手稿还给我吧 可能一切对你来说会更合适 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罗马教皇是反基督的 你一定也相信三位一体和婴儿受洗是罗马天主教教义的一部分 因此同样是魔鬼的教条 加尔文不做答复 他不打算把塞维特斯的手稿送还给他 加尔文把那异端的文稿小心地放进一个抽屉里收好 当需要他时他就能摊牌 竞争双方都知道 在他们最后刻读的话讲完之后 一场激烈的斗争就在所难免了 塞维特斯的思想里充满了悲观的预感 在这时 他写给一个神学家的信说 现在我非常清楚 我注定要死在这个案件上 但这样的想法不能动摇我的勇气 作为耶稣的一个信徒 我将寻着我主的脚步前进 卡斯特利奥和塞维特斯 以及其他许多人 有必要懂得 同像加尔文那样狂热的教条主义者作对 甚至在教条的小的方面 像这样的人挑战 都是极端危险的 在这些方面 加尔文是很典型的 他死板而有条理 他不像路德那样狂暴 因而不会受迸发的热情所左右 也不像法利尔的性格那样难弄 他的仇恨像箭一样刺目 尖锐 但并不像路德那样 得自血统 气质 热情或怨恨 加尔文坚韧和冷酷的深仇 是从脑子里长出来的 他的仇恨 使他有一个可怕的好记忆力 他从来不会忘记 德拉玛和牧师写到他 他从不以此而怀恨在心 实际上却是 一个名字 一旦印在他记忆的变迁上 就再也擦不掉了 除非此人从生死簿上自行除名 许多年过去了 加尔文没有再听到 塞维特斯的消息 于是 事情就这样了结了 但加尔文继续把塞维特斯 牢记在心 那和解的文件 静静地搁在抽屉里 安全地保管起来 见识在统 仇恨 预计在他无情的灵魂里 有几年功夫 塞维特斯没有动静 他放弃了说服 那顽固不化的人的尝试 热情地专心致志地干他的工作 这大主教的常任医官 以最动人的现身精神秘密地投入到日常写作基督教的恢复的艰辛工作中去 他希望这一本书能远胜于加尔文路德和资文格力改革的作用 凡他们的宗教改革不对头的地方 他的就是对头的 通过传播真正的基督教义 塞维特斯的改革要拯救这个世界 因为塞维特斯从来不是蔑视真理的独眼巨人 像后来公众嘲笑加尔文的那样 更不必说他是那些自信为他的信徒的 在今天时时赞美着的勇敢的自由思想家和无神论者了 塞维特斯在宗教事务上总是保持正规 他真诚地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必须准备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圣信念的 虔诚的基督教徒 这一真诚充分表现在他所写的书的前沿部分的呼吁上 哦 耶稣基督 上帝的儿子 您是上天所赐 您将自身启示您的仆人 如此巨大的启示将使我们不惑 由于出于内心的神圣的冲动 我将承担保卫您的事业的重任 在几年前 我做了一次尝试 现在 因为时机业已完备 我必须从头来起 您指示我们不要过于谦逊 如果我不公开赞扬真理 愿我受难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一姐的声音演播的 茨维格小说 《异端的权力》 塞维特斯在排印此书时 所采取的防备措施 表明这位作者是很意识到他的作品正召唤来危险的妖魔的 一个大主教的常任医官 在一个充满流言蜚语的外省城市 发行一本厚达七百多页的异端的书 这是何等危险的任务啊 不仅是作者 而且出版商和销售商 也把他们的生命压在这莽撞的冒险上面 但塞维特斯乐于献出他行一的全部所需 去激发起躊躇不绝的合作者的热情 把印刷所从原来的地方搬到离此很远的 作者专为此租用的一所房子里去 想必是很花钱的 在那里 无视宗教法庭的反对 哪一端的论著 有一些信得过的人排版印刷 他们都宣誓保密 书的末卷没有任何记号表出 它是在什么地方印刷和发行的 然而 塞维特斯在书的末页所印的日期上面 灾祸性地留下了姓名的首字母 MSV 米规尔、塞维特斯、维伦努佛斯 这就给宗教法庭的警犬们 以证明原作者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正是这种非本质的工作 使塞维特斯暴露了自己 因为他那残酷无情的敌手 貌似沉睡 实际上被仇恨所鞭策 而始终保持着清醒 加尔文在日内瓦煞费苦心地 建立起来的谍报组织 一张网眼越来越细密的网 将它的有效范围 扩大到临近的国家 它在法国 甚至比神圣宗教法庭更有影响 在塞维特斯的书实际发行之前 甚至成千册书 还堆在里昂仓库 或者运往法兰克福书市场 并只卖出去如此之少的书 以至迄今只留下来三册 加尔文已到手了一册 这位日内瓦的独裁者 立即致力于 一举消灭这个异端和他的著作 很少有人知道 加尔文展开反对塞维特斯运动的目的 是试图偷偷地消灭一个对手 那甚至比后来查佩尔高台 指日内瓦刑场 那成功更令人反感 因为在仔细阅读了 他理所当然地认为 是异端极端的书以后 如果加尔文想让天主教宗教法庭 对他的敌手下毒手的话 那么他就会选择一个公开而诚实的方法 他们可以从步道台上警告基督徒 反对这书 即使他藏在主教府内 天主教宗教法庭里教皇的仆人们 也会发现那坏书的作者 但那伟大的宗教改革家 替罗马教庭当局省却了寻找塞维特斯的麻烦 而且他是用最背信弃义的方法干的 加尔文的辩护士 甚至在这一点上也要为他辩护 但他们是徒劳的 然而他们的尝试反而有助于 理解他性格上的阴险之处 就个人行为来说 加尔文是一个诚实的狂热者 和一个深沉的被宗教目的激励着的人 每当有人怀疑他的教义时 或者在他看来 他的事业处于危急存亡时 他就变得厚颜无耻了 为了他的教义 为了他的宗派 他准备赞同任何行之有效的方法 1553年2月 几乎就在加尔文拿到塞维特斯的书的同时 加尔文的一个熟人 一个名叫吉拉米特里的法国流亡者 从日内瓦写信给他的表兄弟 安托万·阿尼 一个像他自己是一个狂热的新教徒一样的 狂热的天主教徒 在这封信里 特里在开头一般地叙述了 新教的日内瓦怎样有效地 镇压异端的一些计划 他指出 在天主教的法国 这些异端杂草 被允许滋生繁衍 他将处处受到别人的重视和尊敬 接着 内容一转 从朋友间的开玩笑变得严肃起来 他说 比如说在法国 在当局像一个异端下手时 他就会被烧死 我们能忘了加尔文的这段话吗 如果他真的来了 只要我还在城里掌权 就误使他不能活着离开 但特里 这加尔文的心腹 写得更明白 他揭发了那异端的名字 我所谈的是一个西班牙阿拉贡人 他的真名是米规尔塞维特斯 但他自称米歇尔德维伦努 是个开业的医生 他接着告诉了那本书的书名和目录 附上第一至第四页的抄本 他的信以哀悼世界上的罪孽作为结束 这一日内瓦的炸药 是巧妙地安放在正确的地方爆破的 一切都按照告密者的计划进行 阿尼 这虔诚的天主教徒义愤填膺 立即把信交给李昂的宗教当局 李昂红仪主教以同样的速度 立即去罗马教皇的宗教法庭审判官 皮埃尔奥雷处 这样 由加尔文推动的石头 以可怕的动量从山顶滚到了山脚 告密信 是2月26日从日内瓦发出的 3月16日 米歇尔·德·维伦奴在维也纳正式被控告 但他们的火药毕竟没有起爆 对狂热的日内瓦的告密者们来说 想必是一个大失望 一定有人在帮着割断那导火线 很可能是维也纳的大主教 及时暗示他的常任医官 当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审判官 在维也纳出现时 那印刷所神秘地消失了 受雇的印刷工明确表示 他们从来没有排过或印过这样的书 而深受尊敬的医师维伦奴 奋凯的否认 他就是米歸尔·塞维特斯 奇怪的是 天主教宗教法庭 仅仅满足于引起一场抗议 这一可怕的机构 异乎寻常的克制 加强了我们的这一想法 一定有几个有权势的人 对那犯人伸出了保护的手 天主教宗教法庭 通常是用扎指甲和拉支锯 开始工作的 这一次 却凭维伦努佛斯逍遥法外 审判官一无所获地回到里昂 而阿尼则接到通知 他的控告查无实据 那个日内瓦人 通过天主教宗教法庭之手 除掉塞维特斯的企图 随告失败 如果不是阿尼向日内瓦提出要求 祈求他的表兄弟特里 对上述异端的情况提供进一步的 和更多能定罪的材料的话 整个事情就很可能不了了之 迄今为止 如果希望取一个宽大的看法的话 我们可能会这样猜想 是特里发难 向他的信天主教的表兄弟 指控一个他完全不相识的作者 不论是特里还是加尔文 都不会梦想到他们的告密 会漏到罗马教庭当局那里去 但现在 司法机器既已发动 日内瓦那一大群狂热分子 一定知道阿尼之所以写信给他们 要求进一步提供信息 这并不出于无聊的好奇心 而是在天主教宗教法庭的促进下办的 他们就不能不怀疑这些人 所作所为动机的性质了 一个牧师 想必不会对用文活考制 这么多新教徒的可怕的天主教当局 扮演告密者的角色 塞维特斯有充分的理由 向加尔文怒吼 你不知道作为一个福音的仆人 使自己成为一个官方的控告人 并利用他的职权设置圈套 是邪恶的吗 让我再说一遍 当加尔文的教义处于危急情况时 他是一个无耻之徒 塞维特斯必须被消灭 因为加尔文是一个极济愁的人 他一点也不介意使用什么手段 特里给阿尼的第二封信 无疑是加尔文口寿的 是一个伪善的杰作 特里称他对他表兄弟 把信交给天主教宗教法庭一事 大吃一惊 原来只打算让你过目 他说 我除向你说明 那些自命为教会注食的人们 是如何对信仰全无热情外 别无其他目的 但现在 当他也知道 柴心已经堆积起来 他并不丢掉 进一步向天主教宗教法庭活动的念头 这一卑鄙的告密者继续甜言蜜语地说什么 因为大错已经筑成 毫无疑问 上帝的意愿是把基督教徒 从这肮脏和致命的灾害中拯救出来 接下去的内容使人简直不能相信 在把上帝的名字拖下水去 以掩盖人类仇恨的不人道的现象之后 特里把他所能找到的最机密的材料 塞维特斯的亲笔信和那书的部分手稿 送给他的表兄弟 现在 对异端采取严厉措施的人 就可以很快行动了 塞维特斯的几封亲笔信也附在里面 特里从来没有和塞维特斯通过信 那么特里怎能掌握这些信呢 事情至此已无可掩盖 我们一定要把躲在幕后的加尔文 揪到光天化日下来 塞维特斯的信件和几页书的手稿 都是塞维特斯写给加尔文的 加尔文十分清楚地把他们从抽屉里取出来的目的 他知道 这些文件该送给那些 他每天从步道台上大声喝斥为撒旦之爪的 并习惯于用酷刑和火刑 对付他自己信徒的罗马天主教徒 他只知道 那些文件足以把塞维特斯送上火刑柱了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一节的声音演播的 斯维格小说《异端的权力》 因此 他后来徒劳地试图掩盖 他所留下的蛛丝马迹 他不无诡辩地写道 外间谣传我采取步骤 以促成假守天主教宗教法庭的教皇的仆人 逮捕塞维特斯 有人甚至说 是我不光彩地把他交给我们信仰的死敌 把他投入狼找 我要问那些谴责我的人 我怎么会突然同那些罗马教皇的仆人接触呢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我会同他们有过任何这样的接触 他们会和我一起搞阴谋 要知道 那些人对于我正像魔鬼 只对于基督一样 但这样的借口未免太露骨了 因为就在加尔文天真的问 我怎么会突然同那些罗马教皇的仆人接触时 文件却提供了一个确凿的回答 这件事假手于他的朋友特里 后者在写给阿尼信时 坦率地承认加尔文参与了合作 我得承认我费了很大的劲 才从加尔文先生处弄来我所附上的文件 我无意暗示 他不认为必须采取措施 去镇压如此可恶的无神论者 他考虑到他的责任是用健康的教义 劝信异端们 而不是用正义的剑向他们进攻 因此 这笨拙的信件 为真正的罪犯推卸责任的尝试是徒劳的 显然是由加尔文教唆的 因为信上说 我如此不厌其烦地告诉你 如果不是加尔文先生帮助我 如果他不把那份我所记上的 起确定作用的材料交给我 人们就会谴责我提出了一项不正当的指控 行动比言辞给人的印象更深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加尔文把塞维特斯的私人信 转给罗马教皇的仆从 使他们有可能用来毁了他们的作者 加尔文只有加尔文一个人 要对特里给阿尼的信负责 实际上是直接写给天主教宗教法庭的 只有加尔文一个人 能让特里寄出那份控告材料 而且在给阿尼的信里 用了下列的话作为结语 我想我送给你的是一些无可辩驳的证据 这样你将不会有任何困难把塞维特斯逮捕法办了 有记录说 当土耳伦红衣主教和奥雷长老看到 提请他们注意的有关塞维特斯罪行 无可辩驳的证据是由他们的死敌 异端加尔文提供的 不禁轰然大笑 说实在的 为什么这些教会里的红衣主教们 是那样的高兴 那样很容易理解的 借口前程 说特里的动机 不外乎是有善心好心肠 以及对朋友的忠实 那可能瞒过我们 但却掩盖不了这一荒谬绝伦的事实 新教的头头竟如此迁就 以至于去帮助罗马天主教的宗教法庭 全体审判官去烧死一个异端 这样的礼尚往来 在信仰迥异的显要人物之间是不常有的 他们在全球范围内 习惯于用火和利剑 脚台和行车互相摧毁 不管怎样 在这愉快的小插曲以后 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审判官们 依然做他们该做的事 塞维特斯被逮捕 遭到严厉的审讯 加尔文提供的信件和部分手稿 提供了如此压倒之事的证明 使得被告不再能否认他是此书的作者 即米歇尔·德·维伦奴和米归尔·塞维特斯 是同一个人 他的事业失败了 维也纳堆起了柴心 火焰即将点燃起来 无论如何 加尔文希望召唤他的其他死敌 帮助他去掉一个死敌的事 看来已再次流产了 这也许是因为塞维特斯 作为医生受人爱戴 因而拥有有势力的朋友们 也许是因为天主教会当局 愿意对那个加尔文是那样急于把他送上火行柱的人 放松一下看管 不管怎么样 那看守是很马虎的 让一个不重要的异端分子逃跑 比取悦于日内瓦异端分子岂不更好 看守塞维特斯的措施并不严密 以往对待异端 是把他们关在狭小的地牢里 锁在墙上 塞维特斯享受了特殊待遇 允许他每天到花园散步一次 去呼吸新鲜空气 4月7日 在一次散步中 犯人不见了 留给看守长的是一件御衣和一架梯子 那逃亡者就是用梯子爬出花园墙头的 但柴心并未浪费掉 他的模拟像和五大箱恢复 在维也纳市场当众焚烧 以代替活的塞维特斯 日内瓦人 加外国狂热分子之手去掉一个仇敌 而使自己的手不至于被弄脏的诡计 以惨败告终 从此以后 加尔文成了全体人道主义者蔑视的众矢之地 他继续发起反塞维特斯的运动 他由于憎恨一个人的信仰 就图谋置那人于死地 现在他得对这些负全部责任了 第五章 塞维特斯被杀 塞维特斯从狱中逃出几个月内 踪迹咬然 直到八月的一天 他骑了一匹租赁的马 进入日内瓦 塞维特斯出现 在此之前 我们不可能了解 这被追猎的人忍受了何等艰辛 我们也不可能查明 为什么塞维特斯会扼煞星当头 进到日内瓦寻求避难所 他是打算住一宿 继续坐船穿过湖上逃亡吗 或者 既然通信已经无效 他是希望 同他最大的敌人 通过私人谈话 实现和解吗 或者 他日内瓦之行 是那些神经过度紧张的病人 特征性的一项愚蠢行为吗 那些身处绝境的人 随随便便的 不认真对待危险的现象 是司空见惯了 我们不知道 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官方报告对日内瓦发生了什么事 讳莫如深 也没有解释 为什么塞维特斯会到 只能指望从加尔文山上得到 最坏结果的地方去 但是 那不幸的流亡者 甚至做出了更愚蠢 更富有挑战性的事 他到日内瓦的当天 1553年8月13日星期日早晨 参加了圣皮埃尔大教堂的礼拜 当时 所有加尔文派教徒都在那里聆听加尔文步道 加尔文是认识塞维特斯的 因为很久以前 两人都在巴黎求学 对这样的行动 无法做合理的解释 除非是因为某些神秘的冲动 某种就像毒蛇的牺牲品 因受蛊惑 自行走向毁灭一样 在一个人人皆为密探的城市里 陌生人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所有人的注意 加尔文一眼看出 那贪食的狼正混在他虔诚的羊群中 于是不动声色地对他的奴才们下命令 塞维特斯刚离开教堂就被逮捕 一小时内 他就被锁了起来 这一逮捕既违反国际法 也违反世界各地所普遍接受的 好客的习俗 除非在日内瓦犯了法 塞维特斯部署那城市裁判权管辖 他是一个外国人 一个西班牙人 刚刚到达 没有犯罪足以构成被捕 他的书的顽稿和复印都在域外 他的异端的观点 未能加害于任何虔诚的日内瓦人 此外 一个上帝旨意的传道者 在没有对一个人提出控告时 没有权利下令 对一个人加以逮捕和戴上镣铐 从任何角度看待这一事件 加尔文逮捕塞维特斯 是一桩不能容忍的独裁行为 他公开蔑视法律和条约 只有拿破仑逮捕和杀害达克停音 才能与之相比 在这一案件中 就和那一案件一样 逮捕以后不是进行正常合理的审讯 而是非法杀人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一节的声音演播的 紫维格小说 《异端的权力》 在没有对他提出任何控告的情况下 塞维特斯被捕入狱了 当然接下去就一定要捏造一个罪名 让那些曾教唆逮捕塞维特斯的人 加尔文自己承认受我怂恿 来担任塞维特斯案件的原告 岂不合乎逻辑 但日内瓦法律是值得称道的 他不鼓励告密者 法律规定 任何控告别人犯罪的自由市民 也要被拘留 直到他能证明他的控告 是正确时才能获释 因此 加尔文如果控告塞维特斯 就把自己摆在听评法庭发落的地步 这位日内瓦的神学独裁者 不欣赏这一前景 如果市行政会宣布 塞维特斯无罪 如果加尔文由于提出了一个查无实据的控告 而被继续关押的话 他就会处在一个倒霉的位置上 这对他的威望是何等的打击 这对于他的对手是何等的胜利 加尔文一向是讲策略的 他指派了他的秘书或厨子 尼克拉斯德丰丹 担任这吃力不讨好的原告 可尊敬的尼克拉斯 在递交了一份 罗列了23条罪状的诉状 一份自然由加尔文搜集罗列的文件之后 默默地替代主子进了监狱 这是一幕可怕的悲剧演出前的 一出开罗喜剧 在严重违反法律之后 把事件合理地装扮起来 塞维特斯被审讯时 向他大声宣读了 包括各项罪状的起诉书 塞维特斯的回答冷静锋利 因为长期的监禁 并没有破坏掉他的能力 他逐点反驳了指控 例如 在回答他在著作里 攻击加尔文的指控时 塞维特斯宣称 这是搞错了 因为攻击是加尔文一方开的头 而塞维特斯所做的 只不过回答加尔文 并非一贯正确罢了 如果加尔文控告他 顽固地坚持某个论点 他可以回答说 加尔文的顽固并不亚于他 加尔文和他之间的所有差别 是对某些神学事物的观点不同 这些与世俗的法庭一无关系 如果加尔文依然逮捕他的话 这纯粹是出于恶意 新教的领袖早已向罗马法庭控告了他 如果这个上帝的传教士得逞的话 他 塞维特斯早就被烧死了 塞维特斯论点的合法性是如此的不容置疑 以至于是行政会的总的基调对他非常有利 看来很可能除一纸放逐的命令外 不会有更严酷的决定了 但加尔文听到了事情将对塞维特斯有利的风声 他害怕他的受害者最后会滑掉 8月16日 那独裁者在市行政会上出现 不介入的伪装就此结束 他露出了真相 不再否认他是塞维特斯的起诉人 他以这样被告可以更好的认错为借口 请求市行政会修会去参加以后的审讯程序 加尔文真正的目的显然是希望强行施加影响 以防止受害者逃脱 从加尔文独断专行的对被告与法庭进行干涉这一刻起 塞维特斯的案件就输定了 加尔文 一个训练有素的逻辑学家 和一个有学问的法理学家 远比他的仆人德丰丹 更能击中所指控的要害 塞维特斯的信心动摇了 那西班牙人明显地泄气了 他的仇敌现在坐在法官们中间 向他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加尔文冷酷严厉 假装不动声色 那要置被告于毁灭的铁定的决心 是塞维特斯觉得冷到骨髓 这失去保护的人渐渐变得烦躁 神经质 放肆 悲哀和恼怒 他不是平静地坚持他的合法立场 不是坚持作为一个外国人 除非破坏了日内瓦的法律 否则不受本城死法裁判权的管辖 他听任加尔文诱使他 将话题转到是否背叛了神学的争论上来 这样就为控告他为异端提供了大量的证明 因为甚至他的一个论点 诸如魔鬼同样是上帝的物质的一部分 就足以使那些虔诚的事行政委员们震颤 当塞维特斯哲学上的虚荣心当众受到侮辱 他在这些最棘手的和最危险的问题上 就使用了最宣言不讳的措辞 他忘记了是行政委员们不是能干的神学家 而在他们之前毫不相干地对真理进行了阐述 他非凡地变才急于要进行争论 使法官们都怀疑起他来了 这个外国人眼睛发光 双拳紧捏 对新教教会的教义吹毛求疵 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加尔文的观点 他肯定是一个危险的精神秩序的破坏者 很可能是不可救药的异端 对他进行彻底的审讯 不管怎么说总是一件好事 法庭决定他需继续关押 却释放了原告尼克拉斯德封丹 加尔文达到了目的 他很快活地写信给一个朋友 我希望他将被处死刑 为什么加尔文那样急切地 要判处塞维特斯急刑呢 为什么他不能满足于 比较有节制的胜利 向放逐他的敌人出境 或诸如此类的侮辱呢 加尔文憎恨卡斯特利奥 和一切反对他独裁的人 并不亚于塞维特斯 他憎恶其他一切 用不同于他所倡导的方法 去教育别人的尝试 憎恨是此人暴虐气质的本能 因此 如果他特别恼怒塞维特斯 并希望在这特殊时刻 采取极端措施 那么他的动机不是出于私人的 而是政治上的 他的权威的叛逆 这个米规尔塞维特斯 要成为加尔文政教的 另一敌手的替罪羊 此人 以前的天主教多明慧的修士 西罗尼玛斯·波尔塞·加尔文 也曾试图作为一个异端而加以消灭 但是他极为恼火的是 波尔塞克竟滑过去了 波尔塞克是受到日内瓦上层 显贵普遍尊敬的私人医生 曾经使用 伊拉兹玛斯用于反对路德的论点 公开攻击加尔文教诲中 最薄弱最脆弱的环节 宿命论的将死教条 上帝作为一切善行的本源 会有意地心甘情愿地 促成人类去干那些最卑劣的勾当 宣布这两个人 路德和伊拉兹玛斯都是异端 这是绝不可能的 大家都知道 伊拉兹玛斯的论点怎样激怒了路德 那宗教改革最著名的斗士的 这位骂人的大师 是怎样滔滔不绝地 放肆地辱骂那年长的圣人的 但即使粗暴坏脾气的极端 如路德 依然通过引证逻辑上的理由 来反对伊拉兹玛斯 从来没有想到过 因向他的宿命论教义挑战 而强拉伊拉兹玛斯 到一个世俗的法庭 加尔文以他的一贯正确狂 把每一个敌手都当作异端来对待 在他看来 反对他的宗教教义就等于叛国 因此他不是以神学观点来答复波尔赛克 而是把他的批评者打入监狱 加尔文企图把西罗尼玛斯 波尔赛克作为一个可怕的样板 但出人意料之外的失败了 很多日内瓦人都知道 那有学问的医生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正像在卡斯特里奥事件中那样 加尔文在波尔赛克事件中的所作所为 同样使人们怀疑他想去掉 任何不完全臣服于他的异己 只有这样 他才能在日内瓦建立独夫统治 波尔赛克在狱中所写的《怨速状》 以大量手抄本的形式到处传播 不管加尔文怎样叫嚣 市行政会总是害怕 以异端罪处理罪犯 为了回避那伤脑筋的决定 他们宣称他们没有能力去处理宗教上的事物 并拒绝越权去判决一项神学事件 无论如何 委员们宣称 在这棘手的问题上 他们一定要征求瑞士其他宗教改革教会的正式意见 这一要求是对波尔赛克的拯救 因为苏黎世、波尔尼和巴塞尔在私下已完全做好准备 使他们狂热的日内瓦同事受到挫折 他们一致同意拒绝把波尔赛克的言论看作是毒神 市行政会判决被告 无罪释放 加尔文对他的受害者搞不出什么名堂 只能以市行政当局 明令波尔赛克必须离开日内瓦 聊以自卫 听众朋友 以上是这一集的内容 感谢收听